第125章 伤人伤眼又伤心 送走了冯云锦跟韩锦衣 宋云昭也觉得此事过于蹊跷 隐隐觉得朝堂上提及太后提前回宫的事情 大概有可能跟秦夕月有关系 这是一种直觉 没有证据 她如今在后宫不说是横着走 但是也不会给人抓到她把柄制她的机会 不管是谁都拿她没办法 这样的情况下请外援无疑是个好办法 除了秦夕月 庄妃也有可能想出这样的办法 这二人才一起喝过茶 说不定就是商量怎么收拾她呢 这么一想她就不高兴了 她不高兴 那他们也别想高兴 宋云昭板着脸沉思 香雪几个人也不敢闹出动静来 便是走路都垫着脚尖 生怕扰了主子的思绪 于嬷嬷从外头回来 一看这阵势也没直接闷头进店 而是抓住石竹问道 怎么了 一个个都跟做贼似的 石竹拽着于嬷嬷到了小茶坊 这才轻声说道 方才逢小院跟韩贵平来说 朝臣请皇上接太后回宫过团圆年 于嬷嬷闻言没心一下子皱起来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这消息准不准 应该是准的 不过皇上那边还没有动静 说不好会如何石竹道 他们这些人在宫里多年 石竹几个进宫的日子虽然不是很长 但是也知道一些以前的事情 于嬷嬷比他们年纪大得多 自然更是知道先帝在位时 太后与皇上的事情 有些心结也不是一下子能解开的 眼瞅着就要过年了 这个时候再赶着把太后娘娘接回来 只怕路上太后娘娘也吃不消 未必能成于嬷嬷说着就转身出去了 石竹一想有道理 能拖还是拖几个月 太后娘娘回宫就等于是 多了一尊大佛压在头上 日子都不好过 于嬷嬷进了殿钟 放缓脚步上前一步说道 主子 宋云昭听到于嬷嬷的声音回过头 嬷嬷回来了 事情办得怎么样 太医院派了一名太医去了陈冲医那边 老奴有些不放心跟着走了一趟 见到陈冲医时真给吓一跳 这才几个月的功夫 整个人瘦得不像样子 于嬷嬷说道 宋云昭知道进了冷宫的嫔妃 日子不会好过 但是也不至于就撮磨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有人故意刁难陈冲医 这个老奴没有细问于嬷嬷一脸无奈 不过 若是无人指使 陈冲医肯定不会过成这样 宋云昭明白于嬷嬷的意思 那就是有人指使了 于嬷嬷低声又道 陈冲医好歹还有个冲医的位分在 一日三餐虽然简陋 但是也能果腹 就算是有小那是克扣 也不至于恶成那样老奴看来 这不只是克扣陈冲医的问题 是故意针对这件事情 牵涉到当初秦婉仪中毒一事 老奴也不敢多嘴 怕给主子惹祸 宋云昭轻笑一声 看着于嬷嬷说道 这怕是有人想要杀人灭口 主子 您这话可千万不要在外提起 无凭无据的 传出去可是不得了于嬷嬷忙开口劝道 宋云昭吃笑一声 嬷嬷放心 她又不傻 陈冲医固然可怜 但是当初若不是她心存 借用秦夕月之力的小心思 又怎么会被秦夕月反利用 这二人蛇鼠一窝 宋云昭可怜陈冲医 可要是陈冲医当初能成功 饮得皇帝喜爱进而得宠 那她失宠难道不可怜吗 一桌一饮都是有定数的 怪不得谁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罢了 但是就这样让这件事情接过去 肯定是不可能的 她既然怀疑秦夕月给她添堵 自然也能借此事让她沾一身心 嬷嬷 将陈冲医被磕待的消息放出去 也不用遮遮掩掩 既然是我忘忧公帮着陈冲医请的太医 就大大方方地把事情宣扬出去 我倒看看躲在暗中的人 这回怎么做宋云昭道 于嬷嬷本来不太赞成 但是一想确实是忘忧公请的太医 这个一查就知道 确实没必要遮掩了 而且还能塑造杰鱼人美心善的形象 毕竟陈冲医的事情人人必之不及 只有他们杰鱼愿意搭把手 这可不是善人吗 既然要做 自然把事情做好 不能让杰鱼白白出力不讨好 还有冯小院的功劳也不能抹了 陈冲医身边的丫头 为什么求到冯小院那里 当然是因为冯小院也是个好人啊 好人扎堆也没问题 于嬷嬷立刻答应下来 又说起了太后的事情 行宫距离京城虽然不是太远 但是天气严寒 这一路奔波 怕是太后娘娘身体吃不消 何况 太后娘娘当初信誓旦旦说 为先帝手足六年 抄写六年的佛经 这些朝臣怎么能使太后娘娘 做一个失信之人 宋云昭欣慰地看着于嬷嬷 嬷嬷说的有道理 咱们绝对不能让太后娘娘 成为这样背信弃义的人 人老成精啊 于嬷嬷这番话有道理 从大道理上拿捏住了 朝臣说什么让太后与皇帝团圆 想天伦之乐 但是太后的名声怎么办 宋云昭心中有了主意 又不能跑去皇帝那里这样说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他在皇帝心中塑造的形象不能崩塌 何况皇帝被朝臣给弃着了 说不定就会找自己来疏解心情 他等着就是 于嬷嬷去办陈冲衣的事情 传播消息也是有讲究的 不能被人看出刻意之意 还务必要人尽皆知 那是得费点功夫 这回与嬷嬷嬷叫上了安顺一起 宋云昭在书房看了惠儿画本 张茂全这回送来的画本子还挺多的 不过因为前一场血灾的事情 大家都不能出门做事 画本子积攒了很多 他用来打发时间还挺好的 眼瞅着天色渐渐暗了 他起身回了寝殿 换了一身温暖系的衫裙 但黄色在灯光下一照 让人瞧着就温和 将发际打散 让香雪给他挽了一个 看上去十分随意 但是却丝毫不影响他美丽的发际 挑了一只上回皇帝给他玉簪插上 对着镜子瞧着随意中 透着精致的自己 他十分满意地点点头 最后想了想 又挑了一副珍珠耳坠带上 母指甲盖大小的珠子 坠在脸颊两旁 更添几分柔和 香雪小心翼翼地将其他的东西 收进庄联盒 又将梳妆台收拾齐整 就听着外头传来请安生 他忙起身出去 宋云昭预料皇帝会来 但是也不能肯定 现在人真的来了 那骨子喜悦 真的是压都压不住 整个人像是个花蝴蝶一样扑过去 皇上来也没让人通传一声 臣妾也好做个准备 风亦今日心情很是不好 见到满面喜悦的宋云昭 那份欢喜实实在在地 从他的眉眼间溢出来 让他冰冷的思绪 也染上了几分温度 想过来看看你 就来了风亦将外衣脱下 张茂泉立刻伸手接过去 然后垂头倒退出去 宋云昭握住皇帝的手 有点凉凉的 就用自己的手握着他的手 这天太冷了 皇上想要见我 就让人来传话 我去前殿便是 风亦闻言看着宋云昭 一路走过去 你就不冷了 我可以做暖觉 皇上肯定嫌麻烦 不会做宋云昭道 风亦之间的冷意 在云昭的掌心慢慢地散去 若是人人多如他这般善解人意 那他这个皇帝 做得就舒心了 朕也不舍得让你受冷 风亦笑着说道 宋云昭 这情话算他及格 皇上用了晚膳吗 风亦点点头 简单吃了点 没什么胃口 又看着云昭问 你呢 臣妾不知道皇上要来 所以早就用过了宋云昭 孝道 为了保持身材 他晚膳一般用的都很少 不过皇帝来的时候 陪着他一起吃 总是要多吃一点的 那你陪朕说说话 宋云昭点头 专属节语花上线 皇上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怎么瞧着您不太开心的样子 宋云昭关切地问道 是不是为了太后娘娘 要回宫的事情 皇帝侧谋看着宋云昭 你听说了 宋云昭点点头 这后宫跟筛子似的 想要知道的消息 一点也不难 皇帝现在没有整顿后宫的意思 分明就是没打算现在下手 后头憋着大招呢 消息传得到是快 风亦审然一笑 但是并没有追究的意思 后宫的门现在还不用关上 消息传进来也不意外 皇上大度 宋云昭笑着回了一句 太后回宫的事情 你是怎么想的 风亦看着宋云昭问道 宋云昭心想来了 立刻就说道 臣妾没什么想法 不过是觉得朝臣不太懂事 这么冷的天 太后娘娘年事已高 顶风冒雪赶回京城 这要是冻病了怎么办 朝臣一句 让陛下与太后娘娘母子团聚 却罔顾太后娘娘的身体与健康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说到这里话音一转 又看着皇帝道 臣妾如今晚 有很多事情不太明白 正好冯小院跟韩桂平来我这里喝茶说话 我就问了问他们 才知道太后娘娘发下宏愿 要为先帝手足六年 抄写佛经供奉 佛前太后娘娘对先帝一片诚心 这些人怎么能让太后娘娘背信弃义呢 这不是让太后娘娘名声有损 为是不应该 风亦看了宋云昭一眼 又看他一眼 没忍住笑出声来 伸手在他白嫩的小脸上捏了一下 宋云昭 几个意思 风亦看着宋云昭一脸狐疑的神色望着他 更是开怀地大笑起来 宋云昭心想 皇帝这是被朝臣给气疯了吧 这有什么好笑的 他也觉得余摩摩这建议相当好 角度找得非常清奇 风亦心想没有白来找云昭 朝臣已笑到大意压到他头上 试图让他屈服 接太后回京 他对此事十分厌恶排斥 却没想到云昭能从这样的角度去驳斥 以小博大 十分有道理 他怎么能不高兴 果然 事关后宫女人间的事情 还是要问侧后宫才对 念经抄经这样的手段 皇帝最是清楚 都不过是后宫打压人欺负人的手段 当年太后不受先帝宠爱 先帝的宠妃与皇后 没少让太后抄经归经 经书真是最好用 最义正词言 最具有诚心 也最虚伪的幌子 风亦看着宋云昭 他可真是他的小福星 棘手的事情落到他这里 好像轻轻松松就解决了 宋云昭看着皇帝 一会儿笑一会儿皱眉的 怕不是给气傻了吧 明年太后会回宫常住 宋云昭正赋匪皇帝 就听到这句话 抬头看着皇帝 他的眼神平淡如水 没有丝毫的喜悦或者是排斥 像是在说一个与他无关的事情一样 知道皇帝跟太后的关系不好 书中那些冷冰冰的字眼 远不及眼前这人的眼神冲击来的大 他跟蔡氏之间也是这般 足够多的失望与愤怒 才会造就他现在对蔡氏 如陌生人一般 他的好与不好 他一点也不在乎 不只是蔡氏 还有宋清汉跟宋伯月 对他而言都是陌路人 以后 就算是宋清汉或者是宋伯月 遭受了社会的毒打 有了人性上的清醒 或者是被现实压低了腰 改头换面 想要与他和好 他也是不屑一顾的 有些伤害已经造成 不是你说改了就能抹去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 只要他们不来招惹他 大家就可以相安无事 所以现在 他很能理解皇帝此刻的心情 抛不开 因为是生物 但是 抛不开不等于要被挟制 宋云昭想到这里 看着皇帝笑着说道 太后娘娘能回宫也是好事 皇上放心 宫里这么多的嫔妃 肯定能哄得太后娘娘开开心心 封云低头望着云昭 岂能听不出他的言外之意 别人肯定去哄太后 他不会 他是站在他这边的 封云把人捞过来抱进怀中 就想这么静静地抱着他 宋云昭靠在皇帝的心口 听着他强劲有力的心跳 感觉到他臂膀上传达来的力量 就算此刻他是皇帝 但是做皇帝之前 他曾做了十几年不受重视的皇子 被其他的手足嫔妃欺负过的皇子 可受欺负的人的母亲在哪里呢 他没有护着自己的孩子 甚至于嫌弃孩子 不能替他争得荣光 不能替他夺得皇上的宠爱 对这个孩子视而不见 只想着如何获宠 这样的母亲 有什么资格称之为母亲 正如蔡氏那般 将自己的骨肉 是置为眼中钉的人 有什么资格 让他的荣耀夹在他的身上 他为什么还要去孝顺他 孝顺 绩效且顺 做梦比较快 皇上 太后娘娘回宫之后 会住在哪座宫殿 封义听着宋云昭 闷声闷气的说话声 笑着把人放出来 自然是寿辞宫 宋云昭很满意 书中太后也是住在寿辞宫 那就是说 他住的忘忧宫 跟寿辞宫 正好成为一个对角线 他在皇宫的东南角 太后住皇宫的西北角 不管是横向距离 还是纵向距离 都是最远的 简直是完美 先帝时没有太后压在头上 所以后宫里 根本没有留下 太后居住的宫殿 先帝瘫花好色 自己的嫔妃 在后宫都要安置不下了 哪能闲置一宫 寿辞宫是封义登基之后 让人特意腾出来的宫殿 亲自写了寿辞宫的牌匾 挂了上去 外面人人称赞母辞子孝 但是宋云昭却觉得 寿辞宫的辞字 大有可能是皇帝 在讽刺太后 辞母 辞母 太后对皇帝不辞 皇帝却选了这个字 作为太后宫殿的殿名 你说好不好笑 马屁昭立刻上线 满脸笑容地说道 寿辞宫十分安静 而且独占一地又宽敞 既不会打扰太后娘娘礼佛 又能让太后娘娘住得舒服 皇上对太后一片孝心 让臣妾大胃感动 封义 倒也不用说得这么虚伪 宋云昭那双呼闪的大眼睛 分明就已经知道 他跟太后母子关系不好的事情 能把他的小心思 说得这么光明磊落 然后是封义 觉得自己脸皮厚 这会儿也有些架不住 他这么吹跑 宋云昭心想 好人都做了 肯定要做到完美 不能让任何人挑出错来 于是对着皇帝说道 皇上 受慈公久无人居住 不只是需要打扫 里面的陈设与器具 都需要挑选 若是皇上得空时 臣妾陪着皇上去选案 等太后娘娘回宫之后 必然会十分感动的 太后敢不敢动 无所谓 主要是做给朝臣看的 让朝臣无法挑剔皇帝 对太后的孝顺有瑕疵 封义想 这还真是个门缝里 吹喇叭民生在外的好主意 立刻答应下来 又不费力费时费心 还能博得好民生的举动 他非常愿意去配合 昭昭说的有道理 就照你说的做 宋云昭心里翻个白眼 这会儿他又成了皇帝的贴心爱妃 小昭昭了 第二天朝堂之上 皇帝果然当众宣布 年前天气寒冷 太后年事已高 不适合长途跋涉未有 拒绝朝臣提议 转头皇帝又表态 为了迎接太后年后回宫 他作为人子 会亲手为太后 准备受辞宫的一切事宜 皇帝先是拒绝 又后退一步 朝臣就算是脸皮在后 这会儿也不能穷追猛打 只得捏着鼻子赞扬一番 皇帝滞笑 太后回宫的事宜 就这么搁置下来 秦太傅捶着谋不语 以他的年龄如今上朝 也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情 只是他还不能倒下 每日咬着牙坚持 听着皇上今日的话 将太后回宫的事情 成功延后 心里叹口气 皇上果然已经长大了 再也不是刚登基时 可以随意糊弄的人了 经此一事后 朝堂之上也无别事 皇帝下令封闭 大家都准备回家过年去吧 朝臣们满面笑容的 各回各家 辛苦一整年 终于能轻松轻松了 皇帝也高兴啊 封闭这几日 也不用看朝臣的脸色了 简直不要太轻松 于是皇帝带着宋云昭 大张旗鼓地开了库房 开始给收拾寿辞宫 消息传进后宫 装飞的脸色都绷不住了 后宫里有三妃在 皇上为何只带着一个宋云昭 晚飞的脸色也很不好看 原以为皇上封闭之后 有了时间 肯定会来他宫里坐一坐 谁想到又带着宋云昭 给太后准备受赐功 那他这个晚飞又算什么 只有淑妃相当淡定 居然一点也不觉得生气 还很有心情地哼着小曲在喝茶 瞧着庄妃与晚飞 联媚来找他商议此事 他心想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宋云昭善度成性 皇帝没时间时 他尚且要见真插缝地霸着皇帝 现在皇帝终于有时间了 他能让别人沾沾手 做什么梦呢 淑妃相当想得开 反正皇帝来他这里 不是喝茶就是下棋 又不会真的宠幸他 让他生下一儿半女的 这些年他算是看透了 皇上对他的父亲很是忌惮 怎么会让他生下孩子 既然这样 只要能保住他的妃味 皇帝爱来不爱 来了他还得摆着笑脸招待 石灰捞不到自己还白搭笑脸 何必呢 庄妃倒还罢了 晚飞怕是心里很难受吧 淑妃的父亲是右相 位高权重 庄妃跟晚飞的父亲都是俯相 相对来说 皇帝肯定不会如忌惮他的父亲 一般忌惮他们 所以他一直认为 二妃是有真的蝗虫在身的 庄妃是个伪君子 晚飞多少还是有点真性情的 可惜了 一个又美又横头盖骨 跟铁样结实的宋云昭 横空出世 把个后宫搅得天翻地覆 皇帝还认定 惹失的是个受委屈的 把宋云昭恨不能捧在掌心户着 反正他是不想掺和了 伤眼伤心又伤人 何必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 淑妃 难道你就真的能看着宋婕鱼 如此嚣张将我们几个踩在脚下 晚飞压不住的火气 开口说道 庄妃在一旁跟着叹气 是啊 皇上此举实在是伤了我们的心 若是再这么下去 只怕这宫里再无我们的落脚之地 淑妃看着二人 听着他们句句拱火的话 心里冷笑一声 他以前就是太蠢 别人说几句就信以为真 凡是自己先冲上去 现在居然还把他当以前那个傻子哄 难道他就不能有长径吗 气死他了 第126章 皇帝给宋云昭拉仇恨 淑妃 十分珍惜势而复得的封号 弄丢容易 找回来太难了 听了二妃的话 他面色淡淡的 抬眼看着二人 十分不客气地说道 皇上带着宋劫鱼 你们也可以跟过去 又没说不让你们去 难不成你们去啊 皇上还会赶你们不成 皇上是不会赶人 但是宋云昭会做出什么事来 那他可就不知道了 这回也让他看看他们的笑话 他能笑一年 婉妃跟庄妃对尸一眼 都很意外淑妃的反应 这不应该啊 淑妃瞧着二人的小眼神 以前他没仔细观察过 但是现在撞了几次南墙知道疼了 现在看人也知道 用心去看不能只用眼 这一看 好学没把他气得跳起来 果然是商量好来坑他的 谁还不会坑个人 庄妃 难道我说的不对 你怎么不说话 还是说你没打算去 只想怂恿着我去 淑妃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起来 大有一副你说不清楚 我跟你没完的架势 庄妃 婉妃一见立刻说道 淑妃 我们并无此意 只是来找你商议而已 我们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你说是不是 什么我们 分明是你们 淑妃板着脸开口 上回 宋云昭害得我封号都没了 你们两个不还是帮着他说话 庄妃 尤其是你 你不会以为我忘了吧 现在你们觉得宋云昭不好对付了 转头又想起我 莫不是你们坑我的事情 你们也忘了 我可还记着呢 庄妃头疼不已 上回是他失误了 不该觉得能从宋云昭那里讨得便宜 害得淑妃吃了个大亏 这是被他记恨上了 上回的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不过当时那种情况下 我也只是担心皇上对你更加不满 这才先下手未强 不然结果未必只是丢个封号而已 庄妃努力为上次的事情抹平 书妃看着庄妃 莫不是她脸上写着傻子二字 婉妃一眼瞅着书妃就要掀桌子 她对她的性子也是十分了解 适时地开口说道 上回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说起来也是宋杰宇狡猾 将我们都蒙骗利用了 还闹得我们三人离心 如今我们既然已经察觉 自然不能再让她得逞 庄妃立刻点头 就是这个道理 咱们三个弱实内讧起来 那才是得不偿失 书妃心里翻个极大的白眼 说什么得不偿失 只怕得不偿失的只有她自己 反正受辞工的事情 我没打算插手 你们想要做什么是你们的事情 我这封号好不容易拿回来 可不想惹怒陛下 又丢了书妃 直接光棍地把话挑明 庄妃跟婉妃眉心微醋 没想到书妃这次态度这么强硬 三人不欢而散 出了翠威功 婉妃看着庄妃 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吧 书妃不肯出头 庄妃又是个装好人的性子 她更是不会直面跟皇上对上 这台戏是唱不成了 庄妃只觉得样样不顺心 看着婉妃说道 难道你就这么认了 现在只是个结余 可要是等她肚子里有了好消息 只怕三妃都要被她压在底下 不然又能如何 婉妃可不会跟人吵架 她一向自视身份 做不来那种事情 看来只能走太后娘娘的路子了 庄妃靠近婉妃低声说道 婉妃皱眉 你可想好了 要真实这样做 皇上那边你可怎么交代 庄妃不以为意 淡淡地说道 身为嫔妃替皇上在太后面前尽孝 也是我们的本分 便是传出去 也不会有人说我们做得不对 至于皇上 如今眼中已经没有他们三妃 还等以后吗 宋云昭他们不能掌控 那就只能扶一个能掌控的人上来 你让我想想婉妃迟疑地说道 庄妃微微汗手 距离太后回宫 还有些日子 你好好想 慢慢想就是 婉妃与庄妃在岔路口分开 她身边的乐春随时在一旁 轻声说道 娘娘 庄妃一向做事滴水不漏 您可不要轻易点头啊 婉妃目光沉沉 可眼下哪还有别的好办法 不管庄妃有几分真心 总之她的话是有道理的 若是真的等宋云昭怀了皇嗣 她们三妃就真的无力追之地了 马上要过年了 翻过年她们又老一岁 这大好的青春在宫中虚度 谁又会甘心 婉妃是不甘心的 她虽是家里送进宫来的 但是她对皇上也是真的心生爱慕 只可惜狼心似铁 这么多年也未能武热 反倒是宋云昭一进宫就风头无两 不仅夺得陛下的宠爱 还专防独宠 以前皇上还会经常来看她 可现在她长长一月也见不到皇上一回 她怎么能甘心 乐春生怕娘娘做傻事 忙继续劝道 娘娘 您何必着急 等太后娘娘回宫再做决定 不持宋婕瑜如此张扬霸宠 太后娘娘肯定容不下她 您又何必为了一个宋婕瑜惹陛下不悦 万万不值得 婉妃脚步一顿 侧头看着乐春 你说的也有道理 乐春微微松口气 庄妃娘娘话说得好听 可是她跟秦婉姨往来亲近 听说陈冲一在冷宫差点病死 这里头就有秦婉姨的手笔 若没有人背后撑腰 秦婉姨哪来的胆子 婉妃自然知道陈冲一生病的事情 如今被妄忧公益宣扬 还有谁不知道 但是竟还有这样的说法 她看着乐春 你听谁说的 乐春道 娘娘喜爱读书不太理这些俗事 但是奴婢不敢不上心 奴婢跟秋歌细细打听过 这消息也不是空穴来风 陈冲一虽然被打进冷宫 但是到底还有位分在 冷宫那些人便是苛待她 若无人指使 也不敢到这一步 婉妃的脚步沉沉 觉得乐春说的极有道理 所以你怀疑庄妃 奴婢只敢心里想想罢了 无凭无据 哪里敢信口雌黄 只是这满宫里 能给秦婉姨撑腰的 能有几个人 今日瞧着淑妃娘娘的架势 跟秦婉姨可没什么往来 更何况因为雪灾的事情 又像跟秦太傅打擂台 淑妃怎么会帮秦婉姨呢 婉妃的脸色变化不定 半赏才说到 庄妃 拉着她算计淑妃就罢了 结果背地里 还要做这些小动作 真把别人都当傻子不成 她是不太掺和宫里的事情 可又不是真的什么都不管 乐春看着娘娘想明白了 微微松口气 她就怕娘娘被庄妃说动了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太后娘娘是什么性子 他们这些宫里的老人 没有不知道的 只怕太后回宫后 这宫里可再也不像是 今年这么太平 等到那时候才难熬呢 所以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跟宋婕鱼过不去 明年自然会有太后收拾她 娘娘何必做这个恶人 庄妃不怀好意 她这个做奴婢的 不能看着主子犯糊涂 宋云昭与皇帝忙了整整一天 第二天她就只动动嘴没过去 风亦象征性地去授辞宫走了一趟 把事情交给孟九昌后 也回了忘忧宫 一进店 就看到宋云昭站在暖踏前 踏上摆满了衣裳 瞧着试样是他的 他笑着走过去 怎么你现在连阵的衣裳都要管着了 宋云昭头也不抬地说道 我可不敢跟孟大总管抢活干 太极宫那边皇上的衣裳 还是孟总管管着 这些是我让上福居单给您做的 您来忘忧宫更衣用 免得太极宫那边的衣裳 拿来拿去的太麻烦 风亦瞧着云昭 这就嫌他麻烦了 云昭没发现自己的话有什么不对 伸手将一件宝蓝色团龙纹的长服 拿起来放在皇帝身上笔画 边笔梁边说道 看来我这眼睛还挺管用的 尺寸公摸的没错 这宝蓝色脸黑一点的没法穿 就应该皇上这样的美男子 才能穿出来 风亦 宋云昭放下这件 又拿起一件明黄色盘龙纹长服 这一件要比方才那件亮眼 绣的龙纹也更大其威武 随后又拿出一摞中衣 上衣跟裤子各叠了一摞 他狭白地说道 您看 这衣角的花纹是我绣上去的 可费功夫了 我还给皇上做了几双袜子 这个东西简单 不过上福居那边 给您做的袜子绣得可漂亮 我手艺一般 您凑合穿吧 你亲手做的 风亦在云昭身边坐下来 伸手将一双白袜 拿在手中翻看 他平常穿的袜子 确实要比这个好看 上面的绣纹 是上福居的绣娘 一针一线做出来的 美观大气尊贵 但是 此刻握在手里的白袜 软软的 不像是上福居 做的那么硬挺美观 可是手感却十分舒服 看到袜筒的边缘上 小小的绣了一圈竹纹 确实挺敷衍的 又想起宋云昭 当初在织春宫时 做的绣活 他能为他这么费心做这些 说实话让他很吃惊 他有多讨厌做这些 他比谁都清楚 怎么忽然想起 给我做这个 封义看着云昭问道 云昭也不看皇帝 手里叠袜子的速度快了些 口中说道 哪家姑娘嫁人后 不给自己的夫君做针线的 我虽然只是皇上 嫔妃中的一个罢了 但是 我还是想亲手 给您做点东西 封义瞧着云昭 眼神乱飞的小模样 明显有些心虚的样子 说什么只是他嫔妃中的一个 还不是拿话又在点他 想到这里 封义也是一愣 说起来 他已经好久没有去想过 当初留下云昭 在宫中的最初医院了 甚至于 最近他做事时 经常还会想到这件事情 他有没有受委屈 会不会对他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这么一想 不由一愣 这有点本末倒置啊 当初 他明明留下它 是为了让他帮着他清理后宫的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好像他的想法不知不觉的就变了 而他自己居然没有发现 好像不让他受委屈 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事情 宋云昭察觉到 皇帝的眼神在他身上扫来扫去 他琢磨着 难道自己这深情的戏码演得太过了 不应该啊 天知道他做这些针线 可真的是他自己做的 都没让工人帮忙 纵然有点小心机 但是皇帝也真是前后两辈子 除了他爹外 第一个收到他针线的人 正这么想着 宋云昭只觉得胳膊一紧 随即就被人拽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宋云昭松口气 这才对嘛 霸道皇帝就该是这个表现 今年过年 你想要什么 宋云昭 他都给惊呆了 这么好的机会 他都把他按怀里了 结果来了一句这个 难道不应该是对他的深情来个回应吗 狗皇帝 还是个大直男 没救了 散了吧 要什么 要什么 每次这句话 要个皇后给不给 肯定不会给的 宋云昭性质缺缺 头也没抬得说到 皇上这么偏宠臣妾 臣妾什么也不缺 并不想要什么 想要的得不到 他可不是随便将就的人 落在封义的耳中 却以为使云昭真心待他不求回报 这还是第一个真心实意不求回报 对他好的人 想到这里 皇帝又看向宋云昭的肚子 他是真的独宠他一个 力气都使在他身上 怎么这肚子还是没动静 做嫔妃哪有不盼着子嗣的 若是他能生下皇长子 他才能理直气壮地生他的位分 让他名正言顺地在宫里站稳脚跟 宋云昭察觉到皇帝的眼睛落在他的肚子上 下意识地捂住肚子 抬头看向他 封义与他四目相对 宋云昭下意识地说道 肚子没动静可不能怪我 封义嘴角抽了抽 懂了 还是要怪他不够努力 宋云昭被皇帝腾空抱起来 摁进帐子里的时候 只想捂着脸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并不是这个意思啊 他也不是那么贪恋这种事情的人 皇帝凭什么用那种眼神看他 他的仪式清明啊 算是完了 难得不上朝 封义这回倒是敞开了 宇云昭在帐子里折腾 省得他在怀疑他不够努力 宋云昭觉得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形象 已经不用抢救了 既然这样 那他可就放肆了 当然是他怎么喜欢怎么来 俩人胡闹了大半夜 第二天都起迟了 宋云昭感觉到身边的人动了 就是不想睁开眼 困死他了 他听到皇帝在叫他 可他的脑子有自己的想法 继续睡了过去 封义一看索性自己也躺了回去 又把人拉进怀中闭上眼睛 反正也不上朝 辛苦了一整年 也该他好好地休息一回了 请殿中一直没动静 孟九昌满脸纠结 想着要不要叫起 可是又不上朝 而且昨晚上 殿中的动静可不小 思来想去 还是没敢叫 眼瞅着日头一点点声高 一直到正当午 才听到殿中叫人的声音 哎 陛下这么自律的人 遇上宋婕于也是变了 孟九昌心里吐槽 脚下一点也不慢 忙进去服侍陛下起身 香雪等人越过他进了请殿 隔着沙障隐隐能看到 人影在晃动 他手脚麻利的服侍陛下更衣 口中问道 皇上 现在要传午膳吗 风义也没想到 一觉睡到用午膳 笑了笑 隔着帐子问宋云昭 你午膳想用什么 孟九昌愣了一下 皇上居然问宋婕于吃什么 难道不应该是皇上吃什么 宋婕于跟着吃什么吗 吃什么都可以 皇上看着半把宋云昭 哪有点菜的心情 他现在饿得很 就想着有东西入肚就可以了 风义听着这话 就看着孟九昌吩咐 让御膳房看着准备吧 孟九昌懂了 宋婕于不点菜 皇上也跟着随意 这也太纵着宋婕于了 是 奴婢这就让人去传话 孟九昌心中富匪 面上丝毫不敢显露 还得满脸带笑地去准备 宋云昭穿好衣服 从请殿中出来 就看到皇帝穿的是 他给他准备的衣裳 就是那套他喜欢的宝蓝色 眼睛立刻一亮 快走挤不过来 绕着皇帝走了一圈 笑着说道 果然好看 风义瞪他一眼 哪有说皇帝好看不好看的 宋云昭敏唇一笑 微微侧头望着皇帝 风义凝视着他 那双眸子里 似是盛满了星辰一般璀璨 笑起来的时候 让他也不由地跟着笑 宋云昭被风义看得脸有点热 总觉得皇帝的眼神 今日温度有点高 烫得他有点架不住 风义瞧着云昭不自在的样子 又看着他红透的面颊 笑着移开自己的目光 牵着他的手去外间用膳 孟九昌带着人摆好了午膳 瞧着皇上与宋杰鱼出来 忙力到一旁 俩人入座 宋云昭一眼就看到了 金黄的南瓜粥 立刻盛了一小碗 先给皇帝放在身边 又给自己盛了一碗 一口下肚 小米与南瓜的香甜 柔合在一起 真的是好吃极了 明日就是除夕了 宋云昭闻言看向皇帝 是啊 除夕要守岁嘛 风义愣了一下 守岁与他没有任何的意义 别人守岁有人陪着 他从来都是一个人 正这么想着 就听着宋云昭说道 皇上 咱们一起守岁啊 以前都是我一个人守着 常常就睡着了 有皇上陪着我 我肯定不会睡着了 原来云昭也是一个人啊 好 我陪你 宋云昭听着皇帝说我字 眼神闪了闪 面上的笑容更深了 看来自己在皇帝的心中 分量更重了 不枉他努力再努力 那可说好了 就咱们两个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宋云昭大喜 梦九昌目着脸 皇上登基之前 除夕夜都是一个人 在屋子里 皇上登基后 除夕夜与后宫的嫔妃 用完晚膳 也是一个人回太极宫 可现在 皇上居然愿意 陪着宋杰鱼守岁 一直到此刻 孟九昌看宋杰鱼的眼神 才有了真真正正的不同 他可是能让皇上 陪着守岁的女人啊 宋云昭哪知道 孟九昌这么多戏 他只是从书中知道 皇帝从来都一个人守岁 一个人多孤单啊 两个人刚刚好 他想做皇帝身边 与众不同的那个人 自然要做不同寻常的事情 吃了午膳 俩人都十分有精神 也不用武器 索性就披上大厂 顺着公道 出了忘忧宫散步消失 也是没想到 刚出来走了没几步 就遇到了平满赏景的婉妃 这运气 忘忧宫跟婉妃的柔福宫是邻居 只是婉妃很少出门 她也没想到 今日会遇上她 显然婉妃也没想到 在这里会遇到皇上跟宋劫瑜 她的眼睛不由自主地 落在二人牵着的手上 脸上的神色一僵 皇上从没有牵过她的手 更不要说牵手走在宫外这种地方 乐春看着主子愣住了 盲伸手轻轻推了一下 在皇上面前可不是犯傻的时候 婉妃回过神 轻易连步上前见礼 臣妾拜见皇上 皇上万安 起来把风一汉手说道 宋云昭等婉妃起身屈膝行礼 臣妾见过婉妃娘娘 婉妃想要挤出一抹笑容 不应该在皇上面前失忆 但是她实在是笑不出来 只能说到 宋劫瑜不用多礼 她实在是无法心平气和地 看着宋云昭 宋云昭行礼时 顺手收回了自己 被皇帝握着的手 此刻她规规矩矩 站在皇帝身边 可不像是宫里别人眼中 嚣张跋扈的样子 越是这般 婉妃越是看得刺眼 她强压下心中的酸涩与嫉妒 不想放过与皇上偶遇的好机会 使劲挤出一抹笑容 看着皇上说道 臣妾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皇上 皇上看起来瘦了些 国务繁忙 您也要保重身体才是 宋云昭很惊讶地看着婉妃 原来婉妃在皇上面前没那么骄傲 这么关心被知的话 韦师难以相信是她说出来的 封义难得觉得有点不自在 尤其是身边还有宋云昭 眼尾似是不经意扫过宋云昭的脸 只见她面色凝重的样子 心头不由咯噔一声 皇帝哪里还有心思应付婉妃 听了她的话说道 宋婕瑜一直往太极宫送补汤给朕喝 朕不仅没瘦还胖了些 婉妃你这眼神可不大好 婉妃 宋云昭 宋云昭都惊呆了 皇帝居然说这样的话 这是要给她拉多大的仇恨啊 婉妃都要被皇帝气哭了 第127章 皇帝唱大戏 今年的冬天本就冷 但是现在婉妃觉得自己的心 比这个冬天还要冷 很难说清楚她现在心中的感受 因为皇上从未如护着宋云昭一般护着过她 风亦不耐烦与婉妃在这里演戏 现在又不是五年前的她 她对着婉妃点点头牵着云昭的手 就继续前行 宋云昭恍恍地跟着皇帝走 总觉得这节奏不太对啊 按照宫斗剧的发展 她应该跟婉妃你来我往的来一番口舌大战 这才对得起大家花钱看的剧情嘛 结果就这 就这么走了 许是宋云昭脸上的神色过于明显 风亦笑道 你想留下与婉妃聊天 不想宋云昭立刻回了一句 笑话 跟婉妃聊天她都能心耿半天 这种带有艺术气息的人生 不是她这种凡夫俗子能理解与沾染的 风亦嘴角高高扬起 牵着云昭的手微微用力 那就走吧 宋云昭能感觉到皇帝的心情很好 但是一时间也猜不透皇帝的心情为何这么好 就因为没留下跟婉妃聊天 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主子 风大了 该回宫了 乐春小心翼翼地在一旁提醒 心里也有些替主子难过 他方才看得清清楚楚 皇上与宋劫鱼交握的手 是皇上主动牵着宋劫鱼放在他们家主子 关心皇上的话语 结果皇上还要为宋劫鱼揽工 宋劫鱼 宋劫鱼 好像现在不管做什么都扰不过宋劫鱼 以前皇上如何宠爱宋劫鱼 关上忘忧宫的宫门 谁又目睹过 但是现在亲眼看到了 更令人觉得难过 宋劫鱼甚至于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对着皇上笑一笑 皇上就把他护在身后 宋劫鱼除了那张脸之外 还有什么令人心服口服的地方 性子霸道 做事嚣张 可是皇上偏偏就喜欢 乐春为主子难过得很 婉妃迈着沉重的脚步往回走 进了柔福宫就直接去了书房 他宁神坐下后 开始给父亲写信 他很少与家里人说宫里的事情 家里人都以为他在宫里过得很好 可是现在他亲眼看到皇上宠着护着宋云昭 他心里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由着宋云昭这么得宠下去 他更无机会靠近皇上了 想到这里 婉妃的眼眶一下子红了 他进宫这么多年 一直等着皇上 他虽然被封了妃 皇上虽然有时会留宿柔福宫 但是他至今还是处子之身 他嫌丢脸未跟家里人说 在这宫里也是管好了身边的人 别人都以为他这个婉妃得宠 可其实呢 他什么都不是 他知道皇上因为当年他是被强行送进宫的心有不满 但是他一直认定只要时日异常 皇上肯定能看到他的真心 但是 出了一个宋云昭 他若是不出手 怕是再也等不到那一日了 写到一半 婉妃的情绪有些压不住 眼泪一颗颗落下来 将纸上的字糊成一团 他用力将信撕碎揉成一团 浮在桌上哭了一场 哭过后 情绪稳定许多 他重新铺制器笔 忽然之间就懂了庄妃的急切 楚夕这天 宋云昭跟封义早早地就起身 养年香行礼请神佛 一路从太极宫东系佛堂走到宫里佛堂皇帝也不容易啊 过年还要早起祭祖拜神为国民祈福 这样的大事 宋云昭一个嫔妃是不能参与 他要做的是贴门绳 挂宫灯 宫里也是要贴门绳的 皇宫门庭多 院子大 每道门上都要贴上应景的门贴 那皇城的成天门是民间常见的将军形象 宫内其他大大小小的门上贴有文官 童子 仙姑等各式各样的民间少见的年画 宫灯则是成牌的挂 屋檐走廊挂着能宫巧匠做出的各式灯笼 太极宫门口悬挂上高大的万寿灯 华丽的灯条上绣着精美的龙纹 上面还写着祈福影响的诗句 而点天灯为苍生祈福则更加微微壮观 宋云昭可管不着宫里其他人那里 忘忧宫是他带着宫人亲自贴门绳 挂宫灯 上上下下簇拥在一起热闹得很 有点歪了 主子香雪站在远处大声说道 宋云昭问道 朝哪歪了 往左一点 宋云昭将手里的门绳微微一条 行不行 这样好 宋云昭用力将门绳扔在门上 门绳画背后 胡着石竹他们调好的江湖 用手按一圈就完美地贴上了 宋云昭从凳子上跳下来 双手插腰 站得远一些观察一下 然后用力拍一下手 完美 于嬷嬷等人立刻捧场地大笑起来 宋云昭又带着人开始挂宫灯 狼言下比较高 要用竹竿挑着挂上去 宋云昭以为自己一定行 哪知道竹竿加上宫灯的分量 让他有点吃不消了 养尊处优这么多年 真是废了 这要是搁在后世 撸起袖子他就是女汉子 这点活算什么 安顺立刻上前接过来 奴婢来 主子宁站得远一些指挥 宋云昭这回不逞能 将竹竿弟弟安顺 大过年得顺顺利利才好 这要是逞能不小心摔了灯多会起 一排的灯要挂 香雪带着一群小宫女 人手一灯提着 看上去就很壮观 韩锦衣他们几个过来的时候 没想到就看到宋云昭 带着人挂灯的场面 觉得好挺有意思的 这多热闹 宋云昭见到他们笑着招招手 大声说道 看看这门神贴得怎么样 我亲手贴的 鹿之雪 这有什么好炫耀的 这种粗活 他们这样的身份 谁会亲自做 韩锦衣觉得怪有趣的 笑着说道 节鱼贴得还挺工整 看着就怪有趣的 宋云昭笑着说道 我还想挂灯 但是力气不够 竹竿上挂上灯 我只能举到半空 挂不到屋檐下 只能看着他们挂了 听着云昭话中可惜的语气 冯云锦几个人都笑了 你们几个怎么过来了 宋云昭这才得空问了一句 我们那里也都忙着 贴门神挂宫灯乱糟糟的 就想着来节鱼这里说说话 冯云锦笑道 宋云昭忙招呼大家进去做 又让人上茶 她自去洗了手才过来 要过年了 大家都喜气洋洋的 今晚的公宴就能见到家人了 韩锦衣看着宋云昭 忙前忙后的样子 似是还不知请五宴的事情 就开口说道 听说庄妃跟婉妃去请皇上示下 问五宴的安排 宋云昭一愣 五宴 是 以前贵妃在的时候 年三十是要办五宴的陆之雪 看着宋云昭 只顾着自己吃喝玩乐 这么大的事情居然都不知道 宋云昭有点意外 思量着说道 之前一点风声也没有 怎么忽然又要办五宴 去年未办是因为当时贵妃病重 皇上便免了 但是今年不一样 这五宴自然要办 宋云昭也没听皇帝提起 皇帝要是有这个意思 肯定会让人提前准备起来 又想起昨日遇到婉妃的事情 既然是婉妃跟中妃 跟皇上提议 看来肯定跟昨天的事情有关系 这么一想 宋云昭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没有听皇上提起此事 宋云昭看着三人说了一句 冯云锦立刻明白过来 笑着说道 只是得了消息 婉妃娘娘跟中妃娘娘 去请皇上示下 现在还未得到皇上的旨意 陆之雪明白过来 这意思就是 就算是婉妃跟中妃出面 也未必能成 为什么 因为宋云昭说了 皇上没跟他提此事 陆之雪看了宋云昭一眼 这是得有多大的底气 才能这样说 皇上没跟他提起 难道就不能答应了 可是 宋云昭从不说大话 他敢说 那就有一定把握的 但是 就见不得宋云昭 那小得意的样子 他没忍住说道 庄妃跟婉妃一起出面 说不定皇上会改变主意 韩锦仪也觉得 陆之雪的话有点道理 毕竟要过年了 宫里也得热热闹闹的 冯云瑾却不这样认为 他看着陆之雪笑 我觉得节鱼的话有道理 若是准备午宴 肯定会提前下旨 总不能仓促而为 宋云昭 瞧着陆之雪不服气的样子 就对他说道 不信 咱们来打赌 赌注呢 陆之雪跃跃欲试 他还没赢过宋云昭 万一这次能翻盘呢 你想要什么赌注 宋云昭笑问陆之雪 还真的十分认 真的想了想 然后说道 我要是赢了 那你亲手泡茶 给我喝 宋云昭看着陆之雪 就这么点要求 不太像他的作风啊 当然是一口答应下来 又道 要是我赢了 你得给我做一个月的小卒子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得做什么 陆之雪 脸都绷不住了 宋云昭怎么能这么无耻 韩景仪跟冯云景 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这可真是自己挖坑自己埋 怪不得别人 宋云昭故意斗陆之雪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咱们虽然身为女子 但是气势上不能输 是不是 陆之雪还能说什么 忽然就有点后悔 他为什么要跟他赌 就为了一口气嘛 皇上驾到 屋子里四人皆是一愣 宋云昭也愣了一下 不是说今日要在太极宫吗 因为今晚皇上要宴群臣 所以早上起身祈福之前 就跟云昭说了白日不过来了 而且还正经八百的通传 以前皇帝来哪里要通传 他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思绪一转 宋云昭就知道皇帝肯定知道他这里都有谁在 让人通传肯定有事 回过神来 宋云昭忙于几个人出去迎价 还未走到殿门口 皇帝已经大步走了进来 臣妾拜见皇上 几人一口同声蹲伸行礼 封云走到云昭身前伸手扶了他一把 笑着说道 都平身吧 谢皇上 宋云昭将手放在皇帝的掌心 顺着他的力气起身站好 侧头看了皇帝一眼 封云面不改色 牵着云昭的手在上手坐下 又看着几个人说道 都坐吧 方才在说什么 笑得那么开心 朕老远就听到了 三人很久没见过皇帝了 此时难免有些拘束 陆之雪更是紧绷着坐在韩景仪身边 头也没抬 但是眼睛却不经意地扫到皇帝握着宋云昭的手的小动作 他心里发酸 人跟人这命啊 就是不一样 宋云昭琢磨着皇帝是什么意思 瞧着韩景仪几个紧张的样子 就主动开口说道 臣妾跟陆平打了个赌 皇上想知道臣妾们赌的什么吗 封亿笑了笑 爱妃说来听听 朕很好奇 皇帝要是这样说 宋云昭就闻到了阴谋的味道 皇帝敢做 他就敢说啊 虽然不知道挖了什么坑 但是知道他跳下去 肯定拽着垫背的 臣妾听闻婉妃娘娘跟妆妃娘娘 请皇上施下今日午宴之事 臣妾与陆平持有不同的想法 于是就决定打个赌 看午宴能不能办成臣妾赌 皇上不会答应 陆平赌皇上会答应 韩贵平与冯小院还未下注 皇上来得巧 正好做个见证 说着 宋云昭就看向韩景仪跟冯云景 韩贵平与冯小院现在可以下注了 可要想好了呀 宋云昭那嗲声嗲气的语调 韩景仪三人只觉得浑身发毛 封义也有点不太适应 看了宋云昭一眼 宋云昭却趁机给他使了个眼色 封义 哪知道这个眼色正好被陆平给瞅见了 那嘴巴比脑子还快 张口就说道 宋杰鱼你可不能色诱皇上 众人 陆之雪后知后觉地捂住了嘴 让你嘴快 但是说都说了 宋云昭敢做 他凭啥不敢说 皇帝他抢不到 难道公平还抢不到 恶向胆边生 陆之雪反倒是不怕了 宋云昭眼神复杂地看了陆之雪一眼 这娃的智商怕是没救了 书中那么聪明一人 怎么现实中这嘴总比脑子快 陆平 你可以质疑我 怎么能怀疑皇上呢 皇上行事素来公语 十分公正 你放心就是 陆之雪心想你越是这么说 我越是不放心 哪会遇到你的事情 你看到皇帝是公正的 封义看了陆之雪一眼 脸跟人半天才对上号 记起来这个就是的 当初被禁租 后来又被助裁人 牵连的陆平 就这性子 难怪一个小小的才人 也敢利用他 吃了亏居然还没学乖 不过能到忘忧宫来做客 看来云昭与他的关系 应该是缓和了 这也挺奇怪的 这俩人的性子 照理说无法相处的 封义脑子里 飞速地转了一圈 然后一本正经地开口 正来之前 此事已经有了定论 这话的意思是 结果都出来了 你们安心下注 没有训思可言 韩景仪毫不迟疑 选择了与云昭站队 封云景就有点摇摆了 乔卓陆之雪 一个人怪孤单的 想着可能要输 不过还是选择 跟陆之雪一起 大过年的 就当是让陆平高兴高兴了 封义难得多看了 冯云景一眼 云昭跟他提过几次 没想到冯毕达 大咧咧的性子 倒是生了个 欺翘玲珑心的女儿 冯云景微垂着头 似是没察觉 皇上的眼神一般 韩景仪跟冯云景 都站了队 陆之雪又道 你们还没下注 下注 封义侧头看着云昭 云昭一本正经地点头 是 臣妾与陆平还有赌注 陆平说了 臣妾要是输了 就给他泡茶 皇上微微汗手 陆平这脑子 难得好使一回 陆之雪听着云昭 只说他自己 咬着牙补了一句 皇上 宋节鱼说了 平妾要是输了 就要给节鱼 做一个月的小祖子 让我做什么 我就得做什么 封义 真是在宋云昭这里 有吃不完的亏 你还上赶着 把自己送进坑 赌约已定 既然是双方心甘情愿 此事便无意 封义开口说道 宋云昭心想 皇上挺上道啊 这话说得漂亮 陆之雪 真是一点也不意外 皇帝会这么说 不这么说 他就不是宋云昭的皇帝了 虽然生气 又觉得理所应当 这口气顺不下去 也翻不上来 憋气 韩景一立刻说道 平妾就赌一本古籍吧 赢了自留 输了宋人 冯云景也有点为难 想了想说道 平妾没什么好东西 做赌注 这样吧 若是平妾输了 就与陆平一样 为杰鱼安前马后一个月 若是平妾侥幸赢了 就请杰鱼辛苦给平妾 亲手泡茶喝了 陆之雪 看着冯云景的眼神 感动的泪珠都要滚下来了 这才是好姐妹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冯云景也是没办法 陆之雪太要面子 这要是他自己输得太惨 谁知道会别扭到什么时候 为了维持住眼前的局面 冯云景还是愿意退一步 再说宋婕羽肯定也不会白白让他吃亏 宋云昭是真的佩服冯云景 这胸襟他都没有 他没有的好品质 从别人身上看到了 就越发的珍惜 尤其是这人还是自己人 那就这么说定了 宋云昭立刻下了定论 有了冯云景这根纽带 四人小船眼下能惊起小风浪 不会轻易翻船了 四人齐齐看向皇帝 结果到底如何 封义言为扫了扫孟九昌 孟九昌立刻上前一步 笑着开口说道 回几位主子的话 婉妃娘娘与妆妃娘娘 前往太极宫请命 不过皇上说 今年延续去年就历 延续去年就历 去年没开午宴 那就是免了 宋云昭立刻笑着说道 我跟韩桂平营了 你们两个愿赌服输 冯云景笑着说道 是 嫔妾就心甘情愿 等着节鱼的召唤了 陆之雪虽然脸色不大好看 但是还是痛快地说道 不就是当小祖子吗 我也等着节鱼吩咐 韩锦仪在一旁笑着 看着陆之雪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还把冯云景拖下水 不过大过年的 也算是天的乐子 怪喜庆的 殿中气氛十分和乐 眼瞅着午膳的时辰要到了 风亦留了三人用膳 宋云昭让安顺去御膳房传话 韩锦仪三人有点意外 想要推辞 结果云昭比他们更快地安排下去了 三人面面相去 宋云昭虽然不知道皇帝什么意思 但是他知道他不做无用功 肯定有他的用意 自己现在只需要配合就好 宋云昭立刻开始行使全力 使唤陆之雪跟冯云景摆桌做事 陆之雪那点尴尬 立刻就烟消云散 拽着冯云景往外走 边走边说道 我就知道 结于这么殷勤留咱们 就等着这一刻呢 他都怀疑皇帝故意给宋云昭铺路 好给他机会使唤他 冯云景摸不清楚忘忧宫的规矩 去问过了湘雪等人 这才带着陆之雪有模有样的摆桌 此时才笑着说道 你看 打了赌虽然输了 但是能与皇上一起用膳 你说等咱们从这里出去会如何 陆之雪一愣 自然是十分荣耀的事情 他们进宫后 还没跟皇上同桌吃过饭呢 冯云景点到位置 拉着陆之雪忙前忙后 另一边宋云昭也没闲着 带着韩景仪将他藏在树下的酒挖出来 这弹金泉酒 还是他刚住进忘忧宫时埋下的 那时候不过是随手一坐 没想到现在倒是能用上了 又是找酒器 又是开汤温酒 俩人也是忙得团团转 陆之雪瞧着宋云昭把埋的酒都挖出来了 这顿饭还挺有诚意的 一下子又开心了 被人重视总是一件愉悦的事情 冯云景在一旁 瞧着陆之雪瞬间心情飞扬 再看看宋杰鱼手中的酒 也跟着笑了 宋杰鱼就是有这种本事 不动声色的就能让人开心起来 因为他太鲜活了 连带着身边的人都跟着轻松自意起来 山珍海卫摆了满满一桌 皇帝举手 云昭坐在他的左手边 韩景仪坐在右边 只不过他落座时 椅子稍稍往陆之雪的方向挪了挪 陆之雪 他假装没看到 冯小苑坐在陆之雪的身边 旁边便是云昭了 云昭之前忙活的时候没觉得不对劲 但是现在坐下来 打眼一看微微没了 这幅画面应该叫皇帝与他的嫔妃们 瞧着韩景仪几个人 一个比一个紧张的样子 他反倒是一下子放松了 不管皇上要唱什么大戏 他这里都不能掉链子 第128章 孩子没娘 说来话长 宋云昭眼神微转起身 拿过温好的酒 看着皇帝说道 臣妾给您敬一杯 这坛酒是臣妾刚搬进忘忧宫时 随手埋下的 不是穷真酝酿 是臣妾的一片心意 陆之雪望着宋云昭 他一向明艳的脸上挂着平常难以见到的温柔 一双眼睛里似是有微波荡漾 与他平日见到的宋云昭是不一样的 娇娇软软软的漂亮美人 不要皇上 他看着也赏心悦目啊 陆之雪想到这里脸色一僵 呸 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风亦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看着宋云昭眉眼间一片深情 爱妃的全全心意 正自然要万分珍惜 宋云昭脸上笑容不断 心想这刚开始喝就醉了 宋云昭假装面带羞涩的模样 转身给韩景仪三人斟酒 三人忙起身推辞 宋云昭笑道 今日我可是冬家 你们都做好 这一杯酒就进咱们一起进宫后 这几个月的情意 韩景仪与宋云昭的关系最好 这酒喝得理智气壮 冯云景与宋云昭也从未有过冲突 这几个月相处也是越来越紧密 这杯酒喝得也是心情愉悦 只有陆之雪有点喝不下去 这话怎么听着就是嘲讽他呢 他跟宋云昭有什么情意 打仗的情意吗 真是有点喝不下去 可是皇上在这里给宋云昭撑腰 喝不下去也得喝 他又没有宋云昭那 说翻脸就翻脸 说走人就走人的底气 宋云昭真是被陆之雪的神色给打败了 这也不知道脑补了什么东西 这脸上都能开染房了 风一伸手加了平常云昭爱吃的酱鸭 放在他眼前的小碗中 又看着其他几个人说道 雪灾时你们能拿出银子施救百姓 是心中有善意的人 等来年春暖花开 灾民会立功德碑 届时你们都是榜上有名的人 散然又惊又喜 这么大的馅饼一下子砸头上 简直是不敢相信 如果功德碑上真的有他们的名字 这对他们的名声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也就是说 只要他们在宫里不犯下滔天大祸 基本上就能安稳了 风一似是没看到几个人的神色 转头看着云昭 就见到云昭惊讶的神色 笑道 这件事情朕也是才刚知晓 你父亲就在有功 百姓对他心怀感激 故而提出为他立功德悲仪式 你父亲上书说 要将这次所有为百姓出钱出力的人 都要磕上去 朕答应了 原来是因为宋大人的提议 冯云锦三人有些意外 不过想想又在情理之中 因为这件大喜事 三人用完午膳就拾去地告退 不打扰皇上与宋杰鱼相处 宋云昭送走了几人 回来瞧着皇上进了请殿 他抬脚跟进去 就见他靠着软枕在翻书 走过去挨着他坐下 轻声说道 皇上故意当着韩贵平他们几个的面 说这件事情 是想让他们记住 这是成我之恩吗 封一伸手把云昭拉进怀中 捏着他的指尖 半赏才开口说道 他们确实因你受贿 太后年后就要回宫 眼下要升云昭的位分 也没有一个恰当的机会 就只能给他加重分量找帮手 他知道韩贵平与他一向交好 冯小苑是因当初陆平的事情 与云昭越走越近 至于陆平 不提也罢 若是当初他压根不会费心去想 云昭在后宫处境如何 他只要云昭做到了 他想让他做的事情就好 但是 相处这么久 不知不觉 他的想法已经有了变化 他亲手将云昭放到了 后宫众人的对立面 现在就得花费更多的心思 保他无恙 他现在有点见不得他受委屈 自己做的孽 也得自己来收拾 皇帝当然不能跟云昭说 我当初对你没安好心 现在只能尽力弥补了 他从云昭身上感受到了从未得到过的温暖 故而心生眷恋 想要呵护 宋云昭却没想那么多 只觉得皇帝可能是为了太后即将回宫 想要加重他的砝码 让他有与太后打擂台的能力 皇上为了他的后宫 真是操碎了心啊 不管如何 结果是好的 是他想要的 那就皆大欢喜 宋云昭紧紧抱着皇帝的腰 多谢皇上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臣妾心里真的是太感动了 如果不把他当枪使 那就更好了 俩人也没能休息一下 因为晚上有宫宴 孟九昌很快就来请皇帝去太极宫 宋云昭这边也得梳妆更衣 一整套下来要不少时间 宋云昭把皇帝送出门 封义站在狼眼看着挂得满满的宫灯 又看着宋云昭亲手贴的门绳 回头凝视着他 听说你没能挂上宫灯 等明年朕给你挂 扔下这句话 封义急匆匆地走了 宋云昭却望着他远去的背影 有点发愣 总觉得皇帝有点落荒而逃的意思 是他的错觉吧 宋云昭也没多想 皇帝的心思如海深 猜来猜去也猜不到底 殿中于嬷嬷带着人已经忙开了 将晚上要穿的摆出来检查 看看有没有褶皱脏污 或者是哪里不合适的地方 香雪正在将妆联盒拿出来挑选晚宴带的首饰 这可是云昭入宫后第一个年宴 在诸多命负前亮相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说云摩摩几个人 便是云昭自己也很看重 他决定自己化妆容 别人都说他独得皇帝的宠爱是个狐狸精 他怎么能让别人说皇帝是个肤浅只看脸的人 也不能让这些贵妇们看清自己 只靠着脸 这后宫里美人少吗 当然不少 但是能杀出来只靠脸 早就如助裁人跟陈冲义一样的下场了 这种正式场合 不能将自己化得太轻浮 还是要郑重一些 鉴于他的底子在这里 所以他决定让妆容向明艳大方的方向靠 若是真把自己弄成个狐狸精 这以后生非未可能还好 这要是再往上走一步 狐狸精的名声可不是什么好事 皇后的位置 他现在想都不想的 只要他头顶上没有皇后 其实他做不做皇后都无所谓宠非可罢宠 但是皇后不行了 则 也是麻烦 对着镜子细细描画 他将眼尾的弧线微微下压 这样看上去就不会过于妩媚 梅峰这次也画了出来 看上去整个人就厚重了几分 将他过于明艳的五官中和几分 香雪在一旁仔细地看着 等主子化完妆 就觉得真的是很神奇 现在的主子看上去多了几分威势 少了几分往日的随和轻柔 细细将主子方才的手法系在心里 宋云昭化完妆就去挑衣裳 于嬷嬷准备了三套 他一眼就看中那套明紫色的宫装 长长的裙摆堆叠在座榻上 穿上身后 趁得他容貌疏利 又透着几分大气 整个人的气势都不一样了 于嬷嬷几个人都看愣了一下 宋云昭轻轻一笑 坐在临床地榻上 看着香雪道 你去看看 若是大伯母进宫了 就先把人请过来 香雪忙应下转身去了 于嬷嬷在一旁就笑着说道 今日进宫的夫人们不少 如今主子圣券正龙 会有不少人来拜见 宋云昭不意外 夫人外交古今中外都不能避免的 她又不是不理凡事的仙女 这些事情自然无法避开 况且她也没想着避开 宫中正热闹 人人都在准备晚宴的事情 此时宫外宋家的气氛却不太好 西院的人平生静气 大气而都不敢喘 明明今日是大好的日子 偏偏宫宴夫人不能参加 名单上写得清楚 是让大夫人进宫赴宴 这也就罢了 可是老爷因为正在有宫 也被皇上传召进宫赴宴 这一下子夫人哪里还能压得住火气 宋博然在外做官 这个年是不能回来的 大老爷也不能回京与家人团聚 好在二爷带着二夫人抵京 宋家这才一下子热闹起来 大夫人正跟二夫人说话 掌房只剩下云美一个姑娘 博昌要带着几个弟弟 在外院守岁不好进内院来 我就把云美托付给二弟妹 烦你多照看些 二夫人满脸笑容 她虽然在南宇 但是可听说了云昭跟大夫人很是亲近 倒是跟亲娘闹得几乎翻了脸 她一点也不奇怪的 蔡氏在南宇时就对云昭不公 不过她虽然是个二嫂 但是因为出身商户 自己的丈夫也是输出 哪里有底气去说蔡氏 况且这次上京来 还有事情求大夫人 这点事情二夫人当然是满口答应 笑着说道 大嫂只管放心 云美我一定照看好 咱们府上可就这么一个姑娘没有出嫁了 可得好好看顾着 二夫人很是感叹 她怎么就没能生个女儿 谁能想到云昭如今会有这番机遇 要是自己也有个女儿 还能借着云昭的名头说个好人家 这对她的儿子们也是一个助力 自己没女儿 好在侄女跟云昭关系很好 正因为这个二夫人也觉得腰板有那么一点点值了 大夫人看着二夫人笑得亲切 咱们府上就这么几个人 大爷跟博然他们父子都在任上 博昌几个小子还未成亲 内院就只有二弟妹与三弟妹再加上云美 我看不如把几个姨娘也叫出来热闹热闹 免得大过年冷冷清清的 二夫人立刻就明白大夫人的意思了 大房几个庶女的婚事虽然看着都不是高价 但是细细一想婚事都是不错的 这以后的前程可错不了 所以大夫人想要抬举几个姨娘 也是要出嫁的庶女面上有光 还是大嫂想得周到 你说得对 过年就该热热闹闹的 这事交给我保管做好二夫人哪能不乐意 儿女出妻的姨娘 那分量也是不一样的 她还要熬一熬 等到自己的儿子能考中入室之后 她跟丈夫的腰杆才算是真真正正的挺起来了 这次上京除了自己亲生的俩儿子 朱姨娘生的庶子也带来了 她以前也不太待见朱姨娘母子 但是也不像是蔡氏与车姨娘那么剑拔弩张 再难语她就听说了大夫人的所作所为 细细一想觉得自己还是见识浅薄 到底是大夫人厉害 庶子庶女又如何 养得好了 有出息了 她这个嫡母也跟着水涨船高 她想着把三兄弟都留在经理读书 这件事情还得求大夫人点头才成 所以现在大夫人让她帮忙 她当然愿意尽一份力 回头求人也好开口 大夫人与二夫人说的热闹 蔡氏却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屋子里 宋云昭进了宫 宋清汉跟宋景轩都嫁出去了 宋伯月要在外院与堂兄弟们守岁 而她的丈夫要进宫参加宫宴 蔡氏的心情很是不好 尤其是东院那边隐隐传来说笑声 更是让她心烦意乱 她果然是生了的好女儿 宫叶名单说什么是陛下的旨意 可要不是宋云昭说了什么 陛下怎么会点那大夫人进宫 正想着 赵妈妈脚步匆匆进来 夫人 伯夫人来了 蔡氏一愣 她来做什么 伯夫人说要进宫赋宴 正好路过咱们府上 进来与您打个招呼 蔡氏定定神 亲自走出去把人迎进来 定南伯夫人今日一身告命的装扮 蔡氏站在她面前脸色很是不好看 定南伯夫人看到蔡氏就笑着开口 我想着许久没有见妹妹了 正好路过这里 就来与你说句话 蔡氏把人请进屋坐了 这才说道 姐姐何必费这么个功夫 你还要进宫 别耽搁了时间 蔡氏 定南伯夫人瞧着 才是蔡氏的脸色很是难看 摆摆手让服侍的人下去 这才轻声说道 宫宴的事情我这才知道 你怎么也没让人给我递个消息 蔡氏觉得丢人 怎么会说出去 她板着脸说道 有什么好说的 定南伯夫人叹气 你怎么性子还是这么执拗 清汉嫁出去了 可你还有博月 总得为她想想 让我去求送云昭 蔡氏差点跳起来 做梦也休想 定南伯夫人一见 眉心紧紧皱起来 看着妹妹就到 你们到底是亲母女 哪有什么隔夜仇 你以前戴云昭 确实有些不公 即便是跟她低个头 也没什么话 说开了也就过去了 何必闹得自己脸上无光 你看看今日 复公宴就该是你前去 结果呢 倒是便宜了你那个大嫂 你就是来跟我说这个 蔡氏一肚子火 她跟宋云昭低头 就宋云昭那性子 她就算是低了头 她也不会接过去的 自己生的 还能不知道 她是个什么人 定南伯夫人听着妹妹这语气 就知道自己白走这一趟了 我也是为了你好 现在云昭只是个结余 等以后可能会更进一步 等到那时候 难道涉及宫里的事情 都要大夫人出面吗 那你才是真的成了笑话 博越也会被你牵累 能说到什么好婚事 蔡氏脸黑如锅底 这回没吭声了 定南伯夫人一见缓口气 慢慢说道 你说你做的事情 让我去见云昭也有些没脸 当初进了京 你好歹也得带着她去伯夫走一趟 蔡氏闭嘴不语 现在来埋怨她 当初也不见她问一句 我这次就豁出脸面去 等进了宫在杰鱼面前谈谈话 你们母女总不好这么下去 若是杰鱼那边松口 你可不能再任性 定南伯夫人叮嘱到 蔡氏心里嘲讽一笑 做什么梦 就宋云昭那性子又愁又绝 是绝对不会跟她前嫌进士的 她就是在说什么 姐姐也不会相信 倒不如让她自己 去宋云昭跟前是个排头 可比她说一万句还好 姐姐若是有这个心 只管去好了蔡氏道 定南伯夫人满意地点点头 这样才对 时辰不早了 我就先走一步 等我出宫后再与你说话 蔡氏把人送走 心情更恶劣了 亲姐姐为了利益 都来劝她低头 姐妹之情也不过如此 日暮渐晚 宫里宫外陆陆续续亮起了灯 忘忧宫更是灯火通明 人声鼎沸 宋云昭这里热闹得很 皇帝在忘忧宫与韩贵平三人 一起用善的事情都传遍了 可把宫里人吓了一跳 谁不知道宋杰鱼护食得很 将皇帝看成自己的裤腰带一样 恨不能时时刻刻藏起来 这会儿却愿意让韩贵平几个人 在忘忧宫与皇帝见面 猜不透宋云昭的心思 但是结果是能看到的 至少他们能见到皇帝了 从来不知道 进了宫之后 想要见皇帝居然是这么难的事情 正因为这般 前来忘忧宫的人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宋云昭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效果 这大过年的也不好给人甩脸子 好在大夫人进了宫 她立刻就找了借口把人大发了 这才微微松口气 大夫人见到宋云昭的时候 奇怪地说道 今日结余这里怎么这么热闹 宋云昭 真是孩子没娘 说来话长 等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大夫人就笑着说道 世人屈利而畏 倒也没什么奇怪的 宋云昭汉手 确实是这样 大夫人瞧着云昭兴志不高 就换了话题 道 结余让我过来 可是有什么事情 宋云昭文言就看着大夫人 这次公宴大伯母前来 肯定会有不少人跟你打探 届时您不用替我与夫人遮掩 实话实说就是 大夫人面带迟疑 这样对结余并不好 宋云昭神色冷淡地说道 我与夫人之间的关系 以前如何 以后也会如何 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改变 所以这件事情让人知道的 越是清楚越好 熟是熟非 说我不笑也好 说其他也无所谓 总之这件事情被更多的人知道 对我而言反倒是危险越来越小 他与蔡氏的关系 早就有人拿来做文章 他现在不过是个结余 这件事情对他的伤害不算高 等他更进一步 这可就是个大问题 若是他为了名声跟蔡氏低头 岂不是被蔡氏把持在手里 就蔡氏的性子 宋云昭宁可把桌子掀了 也不会对他低头 所以 这个时候大夫人的态度就很重要 大夫人显然也明白这里头的凶险 看着云昭说道 结余既然做了决定 我自然会替你张罗不过 三弟那边 你回头可得好好地与他解释一下 免得伤了妇女情分 宋云昭笑着说道 父亲那边我自会与他说清楚 倒是大伯父还有堂兄那边 还要大伯母去封信说明 只有家中人重口一词 对云昭才是最有利的 大夫人点头 你放心 便是归题那边我也会与他说明白 宋云昭叹气 让大伯母费心了 这有什么 一家人就该守望护住 大夫人面容和缓地说道 还有件事情与你说 你二伯父一家也上京过年了 他们让我转答对你的问候 宋云昭还挺高兴的 许久没见二伯父与二伯母 二人可好 好着呢 大夫人乐呵呵地说道 今年谢家的生意 可借了你不少的便利 你二伯父的生意也好了很多 宋云昭明白 谢家这是不好直接回报他 就拐了个弯 大夫人从袖笼中拿出一个信封 这是你二伯父让我转教你的 宋云昭一愣 大伯母 你在宫里开销大 上上下下打电不容易 拿着吧再说 这也是你应得的大夫人 将信封直接放到云昭桌前 微微压低声音道 你二伯父让我问一句 与谢家的生意还要不要继续 问我 宋云昭惊讶地问道 大夫人笑 当然要问你 你若是觉得不妥当 你二伯母就跟娘家那边的生意先断了 以你为重 不管是之前南下赈灾谢家获利 还是这次血灾谢家都跟着出了理 如今谢家在京城的名声算是打开了 这里头当然有云昭的功劳 谢家自然愿意与宋家多多往来 但是做生意可没有让一方倒贴的道理 这条路走不长 与其将来为了利益两家反目 倒不如现在把事情说清楚 主要还是看云昭的意思 再说谢家数大分支 也未必全都是老老实实做生意的子孙 所以宋家与他们往来也得有取舍 第129章 非嚣张跋扈的小妖精 宋云昭听出大夫人的严重深意 想了想说道 大伯母 我对谢家其实并不了解 这件事情暂时也无法下定论 等我想想再与你说不过 我对琳琅还算是了解 她的兄长谢二公子秉性也尚可 大夫人微微汗手 明白云昭的意思 谢家他不了解 不易牵涉过身 但是谢锦叔兄妹都不错 倒是可以继续做生意 也是 谢家虽是伤骨 但是树大根深自然分叉 与整个谢家往来过密 未必是好事 倒不如挑出一人来 反倒是安全得很 瞧着时辰差不多了 大夫人正要起身告辞 就听着工人回来回禀 主子 定南伯夫人求见 大夫人文言又做了回去 定南伯夫人来做什么 她对这个人并没几分好印象 唯利是图的人罢了 宋云昭也没想到 定南伯夫人会来见她 想想也不觉得意外 毕竟俩人之间 也算是有些血缘关系的 她侧头看着大夫人笑道 当初静静都没机会见这位姨母 没想到现在倒是能见到了 大夫人就直接说道 结于不想见就不用见 若是见一见也不用怕 有我在 云昭一个小辈不好说的话 她能说 她倒要看看定南伯夫人来做什么 大概能想到她要说什么 宋云昭神色淡淡地说道 把人请进来吧 定南伯夫人并不是第一次进宫 楚贵妃还在的时候 她虽然是个继母 但是有关伯夫的事情 还是要她进宫与贵妃沟通 因此她对宫里并不陌生 楚贵妃的姚华宫就在长乐宫东 她以前进宫会沿着长乐宫外的宫道 一路前行直达姚华宫 但是如今姚华宫空空 她进宫的路线也从长乐宫南的宫道右拐 路过柔福宫直达望幽宫 望幽宫在整个后宫的东南角 如此偏僻之地 先帝时也只有不受宠的妃子才会住这里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这里住了宋云昭 就算是偏僻又如何 俨然已经成为后宫最热闹的地方 她一路行来见到不少贵妇人 大家同在京城自然相熟 进宫之后就各自散开 定南伯夫人站在望幽宫外 理了下自己的衣裳 这才随着宫人走了进去 一进去 就先看到了挂在狼檐下一整排的宫灯 此时正有宫人点灯 刹那间将整个庭院照得亮如白昼 定南伯夫人被晃了下眼 抬脚踏上台阶 踩着灯光随着宫人进了殿中 主子 定南伯夫人到了 定南伯夫人定定神 就上前见礼 臣妇拜见结余 伯夫人不用多礼 起来坐吧 定南伯夫人泄礼起身 微微抬头 看向坐在上手的宋云昭不由愣了一下 实在是宋云昭那张脸 跟自己的妹妹与大外甥女完全不同 大夫人瞧着定南伯夫人 微微失态的神色 心里冷笑一声 开口说道 伯夫人发什么呆 快坐下吧 定南伯夫人这才回过神 发现旁边还坐着宋大夫人 脸上的笑容不由一江 大夫人也在这里 许久不见 这一项可还好 蒙伯夫人惦记 好得很大 夫人起身失了一礼 论品级 她自然比不上伯夫人 礼不可费 定南伯夫人知道宋大夫人 跟宋云昭关系不错 她故意晚了些过来 没想到宋大夫人居然还在 心中不免有些凝重 大夫人也在这里 有些话她就不好开口了 总不能当着大夫人的面 质问为何宫业让大夫人来 而不是让自己妹妹来 她现在也不想跟宋家撕破脸 对她没什么好处 宋云昭此时 也在打量定南伯夫人 当年能让定南伯选中她做祭事 可见不是个简单的 给人做祭事 虽然很多人家不屑 但是蔡家的家事 女儿能给伯爷做祭事 那也是高攀的 宋云昭对蔡家 对定南伯夫人 都没什么好印象 看着人就淡淡地说道 说起来我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见到外家的人 也是第一次见到伯夫人 定南伯夫人听到这话 如做针毡 没想到云昭这么不给脸面 这话说的她都没法接 善善地笑了笑 定南伯夫人开口说道 以前节鱼常住男语 想要见一面确实不容易 好在如今留在宫中 想要见面倒也容易了 大夫人听着如此不要脸的话 也是开了眼界 不过能甘心给人做祭事的人 又会要什么脸面 伯夫人这话倒是有些不对 毕竟清汉跟外家可是亲近得很 不说年年相见 却也相差无几 大夫人面色冷肃地开口说道 定南伯夫人没想到 大夫人当面就给她一刀 饶食她脸皮厚 这会儿也有些架不住 只得说道 大夫人这话说的 妹妹与节鱼之间的事情 我这个做姨母的怎么好掺和 况且有些事情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伯夫人既然以前不好掺和 那以后自然也不好掺和 我们宋家不会让你为难的 宋云昭听到这话 差点没忍住笑出来 大伯母真是威武 这话说的太独心了 果然定南伯夫人的脸上 就有些挂不住了 大夫人这话说的 以前是距离远没法子 如今都在京城自然不同 伯夫人这话我也有些不解 既然同在京城 那当初云昭静静后 怎么不见伯夫人见一见她 大夫人想想当初这位伯夫人自视身份 自己的夜夕在她府上还吃了亏 这口气就怎么也咽不下去 看不起谁呢 当初她不好讨个公道 宋家不能跟定南伯府硬刚 她也得为了女儿的名声着想 吃了哑巴亏也得阴厌下去 现在可不一样啊 风水轮流转 今年到我家 大夫人 这话是何意 定南伯夫人的脸色也沉下来 她是有意放低姿态要和好 可不是随意让人踩着脸的 什么意思 伯夫人心里清楚得很 又何必要我说出来 大夫人冷笑一声 定南伯夫人脸色沉沉 她以为多少还会记着两家的情分 大夫人面上总得留几分情面 哪知道竟然这么无情 这让她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想到这里 定南伯夫人也不搭理宋大夫人 转头看向宋云昭 眼眶微微一红 开口说道 我知道劫余也还记着当初进京的事情 只是那时候我也是问过妹妹 为何没带你过府 妹妹说你身体不是不好出门做客 我便想着你养身未重 怎么好让你奔波 若是早知道你们母女间的隔阂 我也不会轻易下定论的 听着定南伯夫人将过错多扔在了菜市的身上 宋云昭真是一点也不意外 她看着定南伯夫人说道 伯夫人既然不知也不能怪你 定南伯夫人闻言大喜 心头微微一松 这才继续说道 我知道有些事情妹妹做错了 她处事不公伤了劫余的心 只是到底是亲母女又哪有隔夜仇 我想着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妹妹也有悔改之意 这才来劫余跟前说下 宋云昭看着定南伯夫人 我听说伯夫人与定南伯的嫡长女关系很好 只是有一事不明 既然你们母女关系好 为何楚大姑娘出嫁时 伯夫人却连主作都未做 楚玉英是个什么性子 霸道又自私 书中她可是对原主下手不留情 这样的人对一个继母又有什么感情 说什么母女感情好 不过是定南伯夫人自己对外宣扬宝名声的罢了 定南伯夫人这回脸上的笑容也挂不住了 听这话就知道自己怕是白来一趟了 鸭爪火气道 我那时正好生了病 怎么好给新人过了病气 那可真是不巧了 宋云昭望着定南伯夫人叹息一声 说起来楚大姑娘嫁去了永家侯府 这以后也不是没有机会见一面 我听宋清汉说过 夫人与楚大姑娘母女和睦 等见了面也好恭贺一番 我与夫人是亲生的母女 竟还比不上伯夫人与楚大姑娘关系亲厚 也是令人唏嘘 宋云昭这话就是告诫定南伯夫人 楚玉英不是嫁到什么没名没姓的人嫁 嫁的是永家侯府的嫡长孙 若是永家侯夫人带着她进宫也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宋云昭与她还真是有见面的机会 就楚玉英的性子 可不会给定南伯夫人面子 摆出什么母慈女校的架势 定南伯夫人脸都垮了 心中火气滔天 难怪妹妹不喜这个女儿 就这样的性子谁会喜欢 大夫人看着这一幕真是觉得舒心 立刻起身说道 天色不早了 臣妇也该告辞 免得单个结于赋宴的时辰 说着又看着定南伯夫人 夫人与我一起 定南伯夫人将这脸起身告辞 她知道自己算是白来了 等出了忘邮宫的宫门 定南伯夫人看着宋大夫人说道 夫人又何必挑拨离间 难道我妹妹与婕余的关系闹僵 对宋家有好处 夫人也该往远处看 自家人又有什么恩怨 事情过去便是过去了 大夫人听着这话气不打一出来 看着伯夫人笑道 听闻定南伯准备上折子请封嫡长子为世子 伯夫人如此贤惠大度 必然不会反对的吧 定南伯的嫡长子可是前妻所生 蔡氏进门五年后才生了一个儿子 当宝贝一样捧着 怎么会对世子之位没有想法 他现在如此费心促使蔡氏跟云昭和好 不就是想要借着云昭的宠干预世子的事情 想得倒是美 我们府上的事情就不劳大夫人操心了 伯夫人也知道是别人府上的事情 大夫人刺了一句 然后扶就离开 什么东西 定南伯夫人看着大夫人的背影脸色难堪无比 怎么听不出她的意思 不就嫌她多管闲事吗 今日宫宴 宫外乡车迎道 权贵如流 宫内人潮攒动 往来宫人脚步匆匆 清华殿外更是十分热闹 晚宴便是设在此处 此时还未开宴 但是往来命妇已有不少 三三两两凑成一团聊天说笑 回廊下挂着竹帘挡风 流苏在晚风中轻轻晃动 清光流影 高级华服 笑声不绝于耳 宋大夫人一踏进来 韩夫人就立刻把她拉过去 给她介绍身边的人 笑着说道 怎么这会儿才到 等你好一会儿啊 我给你介绍几位夫人认识 大夫人立刻带上恰到好处的笑容 对着韩夫人身边的几位夫人说道 是我失礼 应该早些过来跟几位夫人建立才是 她丈夫官职低 在这里的每一个都比她身份高 若不是云昭 她怎么会站在这里 所以大夫人此时自然是做足姿态 不能给云昭惹非议 韩夫人便是韩锦衣的母亲 她女儿在宫中的宋云昭照福 这次宫宴女儿给她递信 让她多照看宋大夫人 她哪里能不答应 便是为了女儿在宫中安稳 为了他们韩家也得行这个方便 何况她之前跟宋大夫人见过一面 对她印象极好 今日自是提携一二 这一位是陆夫人 这是冯夫人韩夫人笑着介绍 陆夫人便是陆之雪的母亲 冯夫人是冯云景之母 陆夫人长相柔和 轻柔舒缓的眼神望着人的时候 会让人心情十分愉悦 当初令郎高中叹花 我就想上门拜访沾沾喜气 因故未能成行一直深居遗憾 今日见到宋夫人 总算明白令郎为何如此出众 大夫人心想 这位陆夫人这么会说话 怎么陆平会是那种性子 这母女反差很大 夫人谬赞 实不敢当 冯夫人文言在一旁就说道 怎么能算是谬赞 这可是实话 探花郎可不是随便就能考中的 大夫人文言一笑 转头就把几家的孩子都夸了又夸 说起各府上的晚辈 关系就融洽亲近起来 韩夫人在一旁瞧着 难怪宋婕渝跟这位宋大夫人关系极好 确实是个厉害的人 另一边秦夫人瞧着这边热热闹闹的样子 眉眼之间很是有些不悦 就是因为那个宋婕渝才让他女儿在宫里举步为奸 想到这里 秦夫人看着大夫人淡淡地问道 宋大夫人怎么不见贵妇三夫人 秦夫人的声量并不低 周围的人瞬间就望了过来 各色眼神落在大夫人的身上刚好 这个时候定南伯夫人踏进殿中 正将这句话听到耳中 她看向大夫人的眼神中带着嘲讽 倒要听听大夫人那张嘴如何分辨 大夫人心想云昭跟她说 务必将她与蔡氏的关系宣扬得人尽皆知 别人不来问 她也不好主动说 这下好了 瞌睡遇上送枕头的 这位夫人是 宋大夫人还真不认识眼前这人 瞧着她的年纪可比她大很多 摸不清楚对方的来历倒是不好斟酌开口的角度 韩夫人心中气个道哑 秦夫人这不是故意巡视吗 明知宋婕与与生母关系不好 还问到人脸上去 但是此事也得压着火气 对着大夫人说道 宋大夫人 这位是秦太夫夫人 原来是敌人 大夫人心中有了谱 立刻开口说道 臣妇眼拙 没能认出夫人 还请夫人不要见怪夫人问我家三弟妹 为何不曾赴宴 您这话问的我倒是不好回答 毕竟宫宴名单是圣旨下达 有本事你去质问皇帝 来这里赌 我是觉得我好欺负 秦夫人听了大夫人的话 心想这倒是个嘴巴伶俐的 难怪宋家能养除宋婕与那样的人 眼神沉沉地望着大夫人 宋大夫人倒是会说话 只不过老生只是好奇罢了 毕竟今日赴宴的皆是后妃生母 大伯母赴宴的倒是头一回见 难免有些好奇 大夫人闻言立刻笑道 听闻秦太妇学识广博 满腹经纶 也曾听闻太妇曾徒步走遍大半个国家 臣夫一佩服夫人当年追随太妇之举 这点小事能让您意外 着实令臣妇有些吃惊 韩夫人差点没笑出来 捏着帕子压着唇角 这位大夫人怪有意思的 真是骂人不带脏子 陆夫人逆见上前一步 对着秦夫人笑道 许久不见秦夫人 听闻前些日子你受了凉 今日瞧着气色应该是大好了 本想上门探望又恐扰了夫人养病 瞧着夫人康太也就安心了 大夫人听着陆夫人这话 想起之前与自己说 因故 现在对上秦夫人是又恐 这位陆夫人真的是会做人啊 现在陆夫人明显是替自己打人场 岔开话题 她也不好不识好歹 索性就闭了嘴 那边秦夫人也没想到大夫人这么不饶人 讥讽之语张口就来 毕竟是公宴不好闹得难看 压着口气与陆夫人交谈 这边冯夫人看着大夫人脸色不太妙 轻声说道 你也不用太过在意 名单是陛下锁定 别人便是有什么话也不敢置会 像是秦夫人这样故意接人伤疤的倒是少数 以前秦夫人说话做事一向妥贴 没想到今日这么莽撞 大夫人文言轻叹一声 家里的事情倒不好在外提起 不过杰鱼与我家三弟妹确实少了几分母女缘分 大夫人这一叹息 周围竖着耳朵听的几位夫人往这边靠了几步 就有人问 夫人这话似有难言之意 大夫人看了问话的人一眼 真是个会递话的 无奈地摇摇头 这世上做母女的有千百种缘分 总有一种不那么合缘的 说起来我家三弟妹与杰鱼便是这种吗 大夫人说话重肯 没有故意说蔡氏的不好 再不好那也是云昭的生母 她品行有瑕疵 难道杰鱼脸上就好看 再说 还有三弟在京未观 娶得媳妇品行有问题 她这个做丈夫的难道就无叫妻的失职 人前叫子 枕边叫妻 蔡氏的过失三爷也得单一部分 思来想去 既不能让大家人为云昭不孝 又不能让蔡氏名声大损 只能说他们没有母女缘分 让人听了去会觉得宋云昭受了很多委屈 蔡氏处事不当不假 不过却不是品行低劣之辈 只是在子女间过于偏颇罢了 一直在一旁等着看大夫人笑话的定男伯夫人 此时很是惊讶地看了大夫人一眼 她是真没想到这个时候大夫人居然还会为自己妹妹描补 何止是意外 简直是震惊 大夫人说话做事如此周到缜密 以后想要跟她缓和关系 怕是更加不易 定男伯夫人思量着此事想要挽回 还得从妹妹身上下手 既然大夫人跟云昭留了后路 那就说明此事还是有余地的 想到这里定男伯夫人上前一步帮着大夫人说话 言语之间也是偏向大夫人说法 隐隐坐实蔡氏偏心的举动 不过能偏心到让宋杰鱼不想在宫宴上见到生母 这里头的矛盾之深 只能众人自己去想了 淑妃娘娘到 庄妃娘娘到 婉妃娘娘到 随着工人的通传 殿中说笑声立刻停了下来 诸人齐齐整理衣装上前见礼 三妃在前 宋云昭等人随后进入殿中 清华殿中烧着地龙 暖意融融 将她一身寒意驱散 上前走到自己的位置上 臣妾拜见淑妃娘娘 庄妃娘娘 婉妃娘娘 诸位夫人请起 无需多礼 入座把淑妃满面笑容开口说道 以前三妃也是淑妃万事领先 后来她封号被废于三妃中 居于末位 但是她运气好 年宴前又恢复了封号 她自然是当仁不让 再次坐在了领头的位置上 至于庄妃跟婉妃怎么想 淑妃可不在乎 众人落座之后 宋云昭并未去看众人 已经能察觉到不少人的目光 落在她的身上 能理解 毕竟是皇帝的宠妃 谁不想看一眼 她长成什么样子 能把皇帝迷成这样 她稳如泰山坐在那里 神色间毫无波澜 看上去十分镇定 再加上她今日特意挑选的 妆容跟华服 不少夫人看过之后 会觉得宋婕于这幅样子 跟他们想象的很有出入 一位是个嚣张跋扈的小妖精 结果居然不是 宋婕于虽然长得明艳了些 但是气质很是正派 绝非那些妖娆 不能见人以色是人的女子 能比的 若是宋云昭知道 众人心中如何想 怕是要当场先捉 她好好一个良家女子 怎么就成那些妖娆玩意了 第130章 阴阳怪气谁还学不会 淑妃今日装扮 净显她的本性 十分华贵高傲 尤其是发间那只三尾凤簪 展示玉妃 更添几分声势 装妃比淑妃要低调一些 至少发间的凤簪 不像是淑妃那般 欠满了红宝石 只是在眼睛与尾翼上 点缀一番 婉妃与二人又不同 她并没有带凤簪 而是插了一只流苏金簪 凤口吐碎 细细的金链锤在耳机 别有一番美丽 宋云昭与他们三人 自然不能相比 婕妤的奋力 可比妃威差多了 而且像是凤簪这种东西 她都没资格带 不过 云昭也不在乎这些 她神色安然地坐在那里 听着三妃与众位夫人说话 镇北王妃的位置 很是靠前 她虽是王妃 但是在宫宴上 也并不张扬主动 如此刻的宋云昭 一般安静 她一直听女儿说起宋婕妤 其实对她好奇已久 尤其是在织春宫时 发生的事情 让镇北王妃 对这个宋婕妤刮目相看 等到后来女儿 与纪云廷的婚事 她真是苦口婆心 劝说良久 她还是愿意与她定亲 结果定亲之后 又发生那样的事情 她真是恨不能 撕了纪云廷的心都有 哪想到宋婕妤劝了几句 女儿居然愿意放手了 镇北王妃 在这件事情上 是真的感激宋婕妤 现在 她仔细观察 这位成名在外的宋婕妤 既不是女儿口中 那个遇事不平 拍而起的模样 也没有身为宠妃 不可一世的跋扈模样 跟传言真是截然相反 这倒是有点意思 镇北王妃 收回自己的目光 微微垂眸 如今的皇帝 已经不是五年前的皇帝 今日进宫前 王爷叮嘱她 入宫后少言谨行 再加上她的侦 娶了婕妤的唐姐 有这层关系在 她如今在劫余面前 反倒是更不好 上前攀谈 免得落入有心人眼中 这样的宫宴 人人都说吉祥话 没有谁不张眼地说 拜性质的话题 不知是谁 说起了上元灯节 众人便开心地议论起来 上元灯节 自本朝来 就有与民同乐之意 太祖开国后 第一个上元节 便是与百姓共赏灯 从那后 这规矩就无形中定下来 每个皇帝的形式 作风不同 有喜欢陈明簇拥的 有喜欢低调不张扬的 也有喜欢威服出访的 本朝的皇帝 就是那个喜欢威服的 反正登基五年来 就没人能在上元节 见到皇帝御驾出巡的 全民都在找皇帝在哪 所以今年的上元节 大家自然又提起这事 想要知道 皇上今年还继续威服吗 这个话题听起来热闹 其实一点也不友好 三妃没一个 跟着皇帝威服过上元节 其他嫔妃自然想都不要想 这不是今年横空杀出来个宋节鱼 众人的心思自然就活泛了 话里话外的就把宋云昭架了起来 宋云昭 他招谁惹谁了 就安静当壁画 都能烧到他身上来 宋云昭微微抬眼 看向淑妃的方向 淑妃立刻撇开眼神 看什么看 看我也没用 帮不了你 自求多福 他还想着难得能看宋云昭的热闹 这好不容易有机会 不看才傻 他不上前踩一脚 都是看在两人合作的份上 脚下留情了 庄妃跟婉妃这回默契满分 轻轻松松地就把宋云昭 送到热锅上 大夫人眉头微皱 这个场合也没他说话的地儿 只能有些担忧地看着云昭 希望他应对得体 别被人抓了画饼 秦夕月满面含笑地 看着宋云昭的方向 不动声色地与母亲眼神一碰 然后各自分开 庄妃笑音音地看着宋云昭 宋节鱼 你以为呢 宋云昭放下屠刀 并不是想立地成佛 只是休息一下 既然有人送人头上来 当然就不客气了 大刀立刻拎起来 他本想着进宫后 能当得吃瓜群众 看看女主与后宫嫔妃 斗智斗勇的场面 想想都觉得好幸福 哪想到这走着走着 他竟成了被吃瓜的皇妃 这可不行 庄妃娘娘这话问的臣妾 倒是不好回答 您怎么单问我一个 今年同进宫的姐妹那么多 您可不能厚此薄比啊 是不是 宋云昭顺手一个反弹 把问题砸回去 秦夕月想要吃她的瓜 那不好意思 顺手把她拉下水 瓜田里开花 幸福你我她 一个都不能少 谁来都得挨一票 婉妃抬眼看着宋云昭 宋节鱼何必提起别人 庄妃只是想问你自己的意思罢了 宋云昭满脸惊讶地看着婉妃 方才是庄妃娘娘问臣妾话 婉妃娘娘又何必与我吠口舌 你自己都管不住自己的嘴 还来管我 管好你自己再说吧 婉妃 众命父 宋云昭暗叹 她真是没有当贤良舒德的隐藏属性 这些人非要逼着她摆一摆宠妃的架势 她还能怎么办 当然顺从名义啊 宋节鱼 婉妃也是好意 你又何必屈解 秦夕月柔声开口相劝 一副我为你好的架势 宋云昭看向秦夕月 秦婉仪这话令人不解 你起来说说我如何曲解婉妃娘娘的好意 曲解两个字 还能这样用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看来是我文化浅薄 无法理解啊 秦夕月本就是故意用话术迷人眼 这种说辞本就不能细究 她要如何解释 无法解释 陆之雪瞧着秦夕月那张虚伪的脸 就有些看不过眼 她可是吃过大亏的 立刻就说道 秦婉仪说曲解 我也没听懂宋节鱼 如何曲解婉妃娘娘的话 看来我也是才书学浅 还请秦婉仪次教一二 冯云锦无脸 这个没救了 宋节鱼跟三妃对上有底气 你有啥 给人当炮灰吗 这怕是要糟 果然 冯云锦这个念头一闪过 就听着秦夕月说道 陆平此言诧异 上元节与明同乐 乃是万人瞩目之举 婉妃娘娘此言也只是想知道实情 也好提前安排事宜 陆之雪看了冯云锦一眼 有些惊讶地说道 秦婉仪难道已经得了旨意 上元节的事宜 由婉妃娘娘操持吗 婉妃不过是三妃之一 再说也没听说 往年上元节三妃操持什么事情 秦夕月惯会拿这种大架子来压人 可她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没脑子的她了 就宋云钊从头到脚八千个新颜子 她稍微跟着学一学都够了 再说 这回立碑扬明她沾了光 怎么说也得帮着宋云钊振振场子 三妃她自立浅 位分低够不着 难道秦夕月她害怕 她虽然位分比秦夕月低 但是这不是还有宋云钊底 她肯定不会看着自己被秦夕月摁头揍 陆之雪此言一出 殿中就是一镜 这话有点诛心啊 秦夕月脸上的笑容微微一收 看着陆之雪道 陆平又何必说这样的话羞辱我 我不过是随口一言罢了 陆之雪痴笑一声 秦婉仪真会开玩笑 这叫什么羞辱 我也不过是随口一言罢了 阴阳怪气谁还学不会 宋云钊很是惊讶 陆之雪这是过了年脑子里的水都甩出去了吗 此时此刻智商再现的样子 很有点像书中那的她了 干得漂亮 要不说一个好汉三个邦 她的真心终究还是感动了陆之雪 看看 这不就给她冲锋陷阵了 韩锦仪低头敏唇 强压着自己别笑出声 别被人看出来 就忍得还挺辛苦 冯云锦不容易啊 能把陆之雪带到今天这一步 庄飞一看势头不好 立刻出面岔开笑道 时辰将至 圣驾也快到了 诸位还是准备准备吧 说完又看向宋云钊笑得十分清净柔和 听闻宋杰瑜的望游宫悬挂的宫灯十分漂亮 是让上宫局特意做的 改日本宫也去看看开开眼界 宋云钊能感觉到在场的命负 看向他的眼神 能使唤的动六上局的人 在宫飞中也是少见的 六上局那一起子人 那是相当的不好打交道 树大根深 不好撼动 庄飞还真是会给他惹麻烦 当下做出惊讶的样子反问 庄飞娘娘听谁说的这话 臣妾一个小小的结余 哪里能让上宫局专门给我做宫灯 我宫里的宫灯六上局送来什么 我就挂什么您这么一说 回头我仔细看看有什么不同 这大半年六上局赚了他多少黑心银子 给几盏与众不同的宫灯怎么了 他都没炫耀 连皇帝他都没说 反正封义没看出他的宫灯有什么不同 没想到庄飞居然知道了 看来还真是盯他盯得紧 不然这种小事怎么会入了他的耳朵 庄飞似是没听出云昭话里的词一般 笑着说道 宋节瑜深受皇上宠爱 便是六上局后代一些也没什么 宋云昭听到这话心里痴笑一声 这是非要让在场的命妇对他心生忌惮 毕竟他们家的女儿在宫里还担着呢 庄飞娘娘比臣妾早进宫多年 看来是深有体会 想来六上局早些年对娘娘也是殷勤备致 臣妾虽未感觉到六上局的偏爱 不过既然娘娘这么说 臣妾还真的仔细问问 免得辜负了六上局的一番好意 宋云昭看向庄飞 六上局那些人可不大好招惹 没看他现在实力不足之前 也得忍痛割肉让他们赚黑心银子嘛 宋云昭这话刺人的很 什么叫早些年殷勤备致 就是故意讽刺庄飞现在失宠了 六上局都不稀罕讨好你 是他愿意花冤望银子吗 当然不是 是皇帝不知道六上局黑心吗 也不是 为什么不动他们 前朝未问 后宫怎么能失火 在皇帝眼中 六上局自然比不上朝堂重要 等朝堂大权 皇帝捏在手中 届时六上局还能跑得了 宋云昭当然是跟着皇帝的步伐前进 所以庄飞拿着六上局来给他招演 他还真不怕 不仅不怕 转手就送庄飞一个大礼包 六上局的人 庄飞眼下也是惹不起的 他虽然是飞卫 可又不是手握后宫大权的嫔妃 六上局的人 就算是要给王府相面子 但是庄飞做得太过 他们也不是吃素的 大夫人文言微微松口气 云昭这孩子如今倒是越发稳重了 既没有吃了口头上的亏 也没有语出不尽被人捏住把柄 还能彰显了得床的底气 做得好 郑北王妃心中感叹 想起娘家对宋叶熙满口称赞 没想到宋家倒是会教孩子 这个宋结瑜是真的不能小看啊 而且 郑北王妃看事情的角度与别人还不同 别人只看宋云昭如何反击 而他看到的却是三妃之间似是出了问题 庄飞跟婉妃联手 淑妃却作弊上官 而且 不管是庄飞还是婉妃 对上宋结瑜的时候 明显是心有顾忌 没有一棍子打死的底气 相反 宋结瑜对上二妃丝毫不切 可见他底气之足 怕是得让他重新思量一二 而且宋家现在势头大好 宋结瑜的父亲接连两次正在立功 还出了一位炭花狼 便是宋大夫人的女婿也高中近视 整个宋家都是一派蒸蒸日上的气势啊 一族出一人不算什么 可要是一个家族优秀的子弟一个接一个 那才是最令人佩服的 皇上驾到 宋云昭心里有点可惜 皇帝再晚来一点 庄飞的脸就更好看了 众人齐齐起身恭迎圣家 臣妾拜见皇上 臣妇参见皇上 皇帝身后还跟着文武朝官 皇室家眷以及各地重臣共同赴宴 只不过先帝时为了皇位手足残杀的厉害 如今皇帝凋零 活下来的皇室家眷也没几个书中 几乎没提起这些人 透明人的存在 宋云昭看了一眼就一开眼神 这些人在封义做皇子的时候没有帮过他 现在封义做了皇帝 自然也不会对这些所谓的族人多照顾 宋云昭晦的扫了一眼 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了他爹 职位不高 自然站不到前排 两妇女的眼神碰在一起 宋云昭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 宋男真也笑了笑 随即一开眼神 大殿之上还是要严肃些 众人恭贺 皇帝说了几句场面话 宴席便流水般送上来 皇帝高座宝座 身边无人相伴 皇帝身边只有皇后才能入座 后宫无皇后 皇帝只能孤家寡人了 三妃的位置距离皇帝最近 然后便是宋云昭了 他微微侧头看了皇帝一眼 瞧着他身穿龙袍的模样 心想可真是太帅了 就皇帝这颜值 他进攻一回也值了 风亦总觉得有道眼神 十分放肆地盯着他 他眼神不动声色微微一转 果然是宋云昭 就没见比他更大胆的 宋云昭被皇帝抓个正着 立刻收回自己的目光 摆出一副老实的模样 风亦 四月四早就备好歌舞 管弦奏起 便有歌姬鱼冠入场 衣袖舞动 身轻四雁 束手婉转流连 群居飘飞 那细腰旋转起来 当真是赏心悦目 宋云昭瞧着一群舞技的腰 这回裹得严严实实 腰间还竖了颈带 生怕有丝毫走光 他的脸色就有点微妙 不只是宋云昭脸色微妙 就连其他公平的神色也不大好看 毕竟因为一个舞技引发的惨案 还记忆犹深 宋云昭板着脸 秉执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 就是别人的人生态度 十分坦然地欣赏美人跳舞 就连风亦都没忍住 看了云昭一眼 瞧着一本正经的神色 一时间也猜不出他到底在想什么 大约是公平们 眉眼之间的互动太过于明显 不少命妇也关注起来 隐隐的也不知道是哪个 将当初云昭因为舞技 大闹一场的事情宣扬出去 殿中古月齐鸣 宋云昭又没顺风耳 自然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 但是他感觉到了更多的目光 落在他身上 在他不知道的地方 又发生了什么 宋云昭猜不到 也不想去猜 一个侧头正好与风亦的眼神撞在一起 风亦对他露出一个笑容 这个笑容落在宋云昭眼中 怎么看怎么觉得诡异 这一个个的美酒佳肴不吃 每人跳舞不少 都盯着他做什么 宋南珍这也是第一次 听说自家女儿的标饼战绩 垂着头一言不发 细细一想 确实是他能做出来的事情 宋女儿进宫 到底是委屈他了 他这个当爹的 不能给他一个好的家事 也不能给他撑腰 只能靠着他一个人在宫里前行 伴随着歌舞 便有朝臣向前给皇帝敬酒 店中一下子热闹起来 宋云昭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场面 听着朝臣各个蛇灿莲花 祝皇帝祝天下 祝来年的吉祥话 真是没有一句重样的 不由让他惭愧 顿觉自己就是个学渣啊 不能比 不能比 臣妇见过宋婕鱼 宋云昭忽然听到有人叫他 抬起头望过去 是个面生的命夫 他就笑着说道 不知夫人贵姓 那夫人笑着开口 臣妇夫家姓月 宋云昭立刻明白过来 是宋云昭嫁去的岳家 他脸上的笑容瞬间真诚几分 原来是岳夫人 往日不曾得见 今日倒是唐突夫人了 岳夫人文言笑道 劫鱼这话臣妇真是羞愧 这次进宫 臣妇本不想打扰劫鱼 不过夜夕知道我要进宫复年宴 便托我给劫鱼问个好 我唐杰可还好 自打她出嫁 我们姐妹一直没有得见 还怪想念的宋云昭 嘴上说着亲切的话 心里却想着岳夫人 主动过来与她说话 肯定不只是给宋云熙带话 岳夫人可是镇北王妃娘家嫂子 但是这会儿镇北王府 并未露面与她搭话 岳夫人过来只怕也有生意 夜夕对长辈孝顺 对轴里和睦 家里人对她都十分满意 少儿得了这么个好媳妇 见人就夸自己好福气 宋云昭 别人吹得太厉害 她这厚脸皮也有点架不住 倾壳一声说道 能得夫人以及岳家的看重 也是我姐姐的福气 岳夫人闻言道觉得 宋婕瑜还是个挺会说话的人 愿意与你好好说话的时候 与她相处很是惬意 她举杯敬了一杯酒 就是拾去地回去了 岳夫人开了这个头 云昭这里瞬间 如三妃面前般热闹起来 前来敬酒的人络绎不绝 岳夫人并没有回自己的座位 而是又与几个自己交好的夫人聊了几句 大家互相恭贺新春 说几句吉祥话 抓了一圈 这才走到了镇北王妃身边坐下 镇北王妃也刚从三妃处回来 瞧着宋婕瑜那边人围了一圈 暂时就没过去 她坐下厚道 大嫂 如何 岳夫人微微汗手 你的眼光是没错的 这位宋婕瑜不简单 我处处捧着叶熙 也不见她张狂 反倒是在了咱们家 镇北王妃轻笑一声 那你就安心吧 岳夫人微微汗手 别人觉得与宋婕瑜搭上关系 是个好事 只有我这颗心一直悬着 今日亲眼见过人 这才算是放了一半心 就怕宋婕瑜真如传闻中那么霸道 不怎么讲道理 这宫里的女人得宠的不少 但是能长久的有几个 婕青不能只看好处 不看短处 只看宋婕瑜今日行事 遇事不怕 处事不骄 难怪三妃在她手中 讨不了好这么一个 又美又骄又知进退的美人 换作你我也会喜欢的 何况是男人 岳夫人很是赞同 然后说道 三妃那边我便不去了 我这身份过去 人家未必看得上你 也去忙你的 等初二你回娘家 咱们再好好说话 镇北王妃端着酒杯起身 对着嫂子点点头 朝着宋云昭走去 宋大夫人也正在 她的身边还站着韩夫人 云昭与他们正在说话 瞧着镇北王妃过来 一时间只觉得有些熟悉 细细一想 就心中有了数 臣妇见过婕瑜 早就听小女提及婕瑜 今日终能见面 镇北王妃笑着开口说道 宋大夫人与韩夫人 与镇北王妃打了招呼 就端着酒盏离开 不妨碍二人说话 宋云昭目送二人离开 这才看着镇北王妃笑 我一见王妃就认出来了 县主与王妃眉宇间 很有几分相似 镇北王妃就乐了 一脸真诚地开口 说起来我一直想要感谢婕瑜 若不是婕瑜劝说 只怕韵儿还在犯糊涂 宋云昭心想 镇北王妃要是真的想要感谢她 与她搭上关系 早先就会过来与她搭话了 第131章 冷了她的脸 暖了皇帝的心啊 宋云昭看着镇北王妃摇摇头 是县主自己能想明白 不然我却也没用这件事 王妃不用谢我 凭县主与我的勤奋 是我自己愿意做的 并非想要王府称我的人情 此事是我与县主私交 王妃切勿放在心上 镇北王妃一愣 她没想到宋婕瑜会这样说 宋云昭心想 她在宫里还没站稳 要是跟镇北王妃搭上关系 这对她并非好事 只怕镇北王妃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之前她的态度就能明白了 镇北王妃见宋婕瑜的态度 心中也了然几分 立刻就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然后笑着离开 宋云昭没有去看镇北王妃的背影 只琢磨着镇北王妃这性子 到底是怎么养出书中 两个炮灰儿女的 想想这王妃不容易啊 人到中年 还要遭受自己孩子的重创 好在现在贺兰运迷途知返 想来应该不会再轻易犯错 至于贺兰世子 那她可就管不着 能不能逃脱炮灰的命运 得看贺兰运这个妹妹给不给力了 宋云昭纵然再不乐意 还是要端起酒杯 去三妃那边走一圈 淑妃见到她一如既往 哼了一声说道 宋婕瑜倒是还记得本宫 宋云昭 这语气怎么跟深归怨妇似的 这么一想 脑子瞬间清醒过来 那点酒意不翼而非 想要给娘娘敬酒的人数不胜数 臣妾几都挤不进来 只好退而求其次 只能等他们散去再来了 淑妃瞪了宋云昭一眼 宋云昭举杯 祝娘娘新的一年继续貌美如花 万事顺意 淑妃不甘不愿地喝了杯中酒 貌美如花是错不了 但是万事顺意 有她宋云昭在 怕是难了 淑妃没为难宋云昭 宋云昭敬晚酒又去庄妃那里 庄妃对她的态度更是温和清静 一饮而尽 连句不好听的话都没说 比淑妃可敞亮多了 最后到了婉妃那里 婉妃脸色淡淡的 知道 本宫不胜酒意 今晚喝得不少了 宋婕瑜的好意 本宫心灵了 宋云昭也不强求 说了几句吉祥话就离开了 当然杯中酒她也没喝 婉妃不给她脸面 难道她还要倒贴不成 她从三妃那边回来 韩景仪等人也来敬酒 宋云昭纵然是美杯 只是略沾一点 这一圈下来也有些晕乎乎的 香雪紧跟在主子身后 石竹悄悄地端了一小盏行酒茶来 宋云昭几乎是一口灌下去 这味道真是绝了 行酒茶刚下肚 秦夕越过来了 嫔妾敬送节鱼一杯 忘心的一年节鱼万事如意 宋云昭抬头看着秦夕越 脸上带着笑 似是十分真诚 眼中幽光闪闪 看不到底 鱼主果然是女主 就算是两个人私下里 逗得你死我活 人家还能一脸正气地 来给她敬酒 换作她大概不会去 秦婉仪有心了 新一年望平安喜乐 宋云昭笑着回了一句 然后举举杯 今日喝了太多 实在是有点受不住 我就小饮一口 望婉仪能理解 结于自便就好 秦夕越将杯中酒 一饮而尽 便转身离开 宋云昭扶着香雪的手入座 脑子嗡嗡的 他用力掐了自己一下 可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出丑 店中喧嚣热闹 宋云昭见到了 大名鼎鼎的左右二相 左相一脸严肃 右相满面笑容 见到了容生左渡御史的韩大人 见到了太仆四卿杨大人 这一位就是宋景轩的公爹了 还看到了颤颤巍巍的秦太傅 他坐在席间 皇上到他面前 为他蒸了一杯酒 秦太傅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让皇上敬酒的人 这一份殊荣 让众人看着秦夕越的眼神 也不一样了 相比之下 宋云昭就差了一些 便是皇上宠着又如何 家世是比不上秦婉仪的 况且 秦婉仪进宫后也生了位分 照长久看 不一定露死水手 宋云昭看着秦夕越 与命妇们谈笑风生 早已经没了书中 气定神贤自持的样子 许是自己这个敌人过于强横 他现在也得放低姿态 为他以后铺路 宋云昭看着满殿的人 各个脸上带着大大的笑容 只是心中怎么想的就不知道了 晚宴一直到虚视二可才散 皇帝被朝臣簇拥着去了太极宫 清华殿中三妃率先离开 宋云昭与韩锦衣他们也紧随其后 命妇们在工人的引领下相继出宫 云昭瞧着天这么晚了 怕有什么意外 特意让安顺亲自送大夫人出宫 至于父亲那边去了太极宫 就不是他能伸手的了 四人小团体走在夜色里 从殿中出来寒一扑面 暖觉已经在外候着 宋云昭的忘忧宫距离清华殿最近 他就不做暖觉 将其他几个人送上轿子 自己踩着夜色慢慢地往忘忧宫走 香雪跟石竹紧随两侧 于嬷嬷先一步回去做准备 宋劫鱼请留步 宋云昭没走几步 忽然听到有人在叫他 他慢慢地回过头 远远地看到有人提着宫灯 往他这边走来 带走得近了些 才看清楚竟是秦熙悦 难怪这声音觉得耳熟 有了大厂的遮挡 连带着声音也有些失真 竟是一时没能听出来 宋云昭实在是不耐烦 跟秦熙悦搭话 但是又很想知道 女主找他做什么 这才等着他走到跟前 秦婉一有何事 宋云昭看着对方脸上 也没什么笑容的开口 笑了一晚上 这脸不得歇歇啊 秦熙悦也不在意 宋云昭神色冷淡 秦生说道 我能与杰鱼私下说几句话吗 宋云昭就到 这里也没外人 秦婉一有话直说就是 香雪跟石竹都是他的人 相处这么久 也知道二人对他忠诚 要想买通他们 那得花极大的代价 秦熙悦听着云昭这样说 沉默一下 这才徐徐开口说道 我今晚找杰鱼 是想与你握手言和 宋云昭经得那点醉意都没了 握手言和 秦婉一真是爱开玩笑 我与你之间也没什么深仇大恨才怪 又何来言和之说 宋云昭的脑子转得飞快 不知道秦熙悦又想做什么 陈冲一的事情我听说了 宋云昭一脸平静地望着她 原来是为了这个 秦婉一想要怪我多管闲事 自然不是秦熙悦摇摇头 我只是没想到后宫会有人传言 是我指使太医院不给陈冲一看诊 说起来此事我实在是冤枉我不过是个婉姨 哪有那样大的本事 宋云昭面上带着几分疑惑 心中却在思量秦熙悦大过年的 就跟她说点事 要真是为了陈冲一的事情 年前怎么不说 非要等到今天 看着宋云昭不语 秦熙悦悠悠叹口气 想来结于应当知道 年后太后娘娘即将回宫的事情 你我皆是新进宫的嫔妃 届时都要面对太后娘娘 与其被人分化 何不你我联手 最终的目的居然是因为太后 宋云昭觉得也未必是真相 书中女主就不是个轻易与人联手的人 现在忽然要跟自己联手 陆之雪被她踩了一脚 差点不能翻身的惨案 还历历在目 她是脑子不好使了才答应她 秦婉姨真会说玩笑话 太后娘娘回宫 你我好好恭敬服侍便是 我这人一向不爱动 怕是无法与秦婉姨 联手了宋云昭直接拒绝 她跟女主既然注定不能做朋友 还有那个诡异的女主女配的定律 她还是远离女主未安 秦婉姨有些失望的叹息一声 我是心怀诚意而来 既然宋婕鱼没有兴趣 那就罢了 宋云昭 劝人都没几分真心 她一拒绝就放弃了 可见她的危险处决是真的 女主找她肯定另有目的 说不定是拿着太后与陈冲一的事情试探她 宋云昭懒得与她周旋 请婉姨慢走 除夕夜可真冷啊 我先走一步 秦夕月望着宋云昭的背影 梁九笑了笑 这才转身坐上暖觉离开 回了忘忧宫 宋云昭将一身的行头撤下 发际拆开 头皮顿时一松 整个人都轻松起来 主子 先去沐浴吧 热水备好了 宋云昭起身往进室走 泡个热水澡 真的是在惬意不过的事情了 浴桶里扶着一层花瓣 近来就花香扑鼻 宋云昭宽衣坐进去 香雪给她捏肩疏筋骨 石主给她搓走 舒服得她闭上眼睛 真想一觉睡到天亮 今晚上的宫宴 是她进宫以来 第一场大型宫宴 是真的很累 这种累是因为 你见到每一个人 都要对照对方的家事 敌我关系 家族关系 要确定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都恰如其分 脑子转得都要冒烟了 心好累 喜到一半 忽然听到外头 有说话的声音 宋云昭睁开眼 正想问一问 就见风意推开 近视的门 大步走了进来 宋云昭 香雪跟石竹也是一愣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就见皇上对着他们 摆摆手 二人指的弯腰退下 宋云昭那点睡意都飞了 趴在玉桶边沿 看着风意 皇上怎么这会儿来了 这速度有点快 他还以为皇帝 也许就在太极宫睡下了 这么冷的天 多折腾人啊 风意上前一步 水面上的花瓣 微微晃动 遮挡住水下的风光 他随手宽了外衣 看着宋云昭变倒 不是你说要陪我守岁 宋云昭一愣 这一晚上累成狗 都把这个给忘了 但是忘了也不是他的锅 嘴巴飞快地说道 我是没忘啊 这不是想着皇上辛苦一晚 我以为你会在太极宫宿下 话音刚落 就见皇帝迈进了玉桶 桶中水瞬间溢了出去 洒落在地上 宋云昭 晚上还要加班 他这个加班狗没人权啊 被迫加班的宋云昭 跟皇帝来了个鸳鸯狱 等到回了请殿 已经过了亥时 宋云昭裹着锦背躲在帐子里 觉得没脸见人了 虽然香雪几个人 垂着头进去收拾 他还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事情这么久 这还是第一次喜冤殃狱 那边皇帝还在感叹 玉桶小了些 不舒服 宋云昭心想 你要是唐明皇 给我修个华青池也行 享受这种事情 谁还不愿意啊 他愿意 皇帝愿意 只怕户部的钱袋子不愿意 想什么想 还是睡吧 梦里什么都有 还未过子时 宋云昭强打起精神 靠在封衣的身上 如同讲笑话一样 把秦夕月对他说的话 说了一遍 他现在琢磨不透 秦夕月的用意 但是防备等级先摆上 至少把事情捅到皇帝面前 万一将来真的发生什么 他这里给皇帝通过气 那他就有了退路 皇上 你说秦婉姨到底怎么想的 我实在是不明白 就我俩这关系 他还能愿意跟我联手 这不是耗子给猫当向导吗 封衣听了云昭的话 侧头看着他 耗子给猫当向导 什么意思 自己送菜啊 送菜 封衣被逗笑了 这话怪有意思的 细细一琢磨 好像还真是这个意思 这脑子里不知道想什么 稀奇古怪的话张嘴就来 你直接拒绝了 送云昭点点头 抓住皇帝蠢蠢欲动 放在他腰间的手 这人是涌动机不成 不累啊 他都累死了 封衣被云昭抓住手笑了笑 顺手将他的手掌握在掌心 他都这么努力了 云昭的肚子还是没动静 看来他子女人确实薄一些 大过年的 他这个想法一闪而逝 也没说给云昭听 免得他更患得患失 秦太傅最近身体不太好 大概秦婉姨有别的想法 听了封衣的话 宋云昭心里撇撇嘴 康康嚷嚷活过金刚 越是常年吃药的人 活得越久 反倒是那些平常看起来很强壮的人 一旦倒下去就很难站起来 那他找我联手 也未免有点好笑 一直想要跟我抢你 还要跟我联手 这脑子怎么想的 我是个蠢货吗 封衣没忍住笑出声来 抱着云昭倒在榻上 你这嘴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我是跟你说 又没跟别人说我又不傻 你放心吧 宋云昭小心机很深 让皇帝认为自己跟他有很多小秘密 就会无形中拉近两人的距离 你说做个宠妃 还得照着木板走 等皇帝厌倦了 能不失宠吗 这后世做夫妻 还得精英有道 才能抵挡外面的诱惑 更不要说 现在妾室合法化 尤其是皇帝 嫔妃数量直线飙升的人 宋云昭有自己的想法 做皇帝的宠妃 跟做皇帝的女人是不一样的 封衣靠着枕头 绊抱着云昭在他胸前 捏着他的指尖慢慢说道 你父亲正在有功 百姓要立功德碑的事情 已经传开了 大概秦太傅有自己的想法 秦婉衣那里 应该是得了秦太傅的授意 宋云昭立刻做出一副气氛的样子 果然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我就说 怎么忽然跟我联手说完话音一转 皇上 这样说的话 宫里这次捐营的嫔妃 是不是都能刻到碑上 功德碑就那么大 不只是宫里的人 外头也有很多官员商户捐营捐粮 按照多管来计 宋云昭侧头看着皇帝 若是这样的话 只怕宫里也得不到几个名额 难怪上回皇帝支点了他们几个的名字 原来早有预谋 那是自然封义看着云昭瞪大的眼睛 咕噜噜转 就觉得很好玩 当初让公妃捐营时 只怕也不是很顺利吧 宋云昭点头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不是谁手里都很宽松的 公妃有岳奉事不假 但是开销也大 像是他由皇帝布施贴补 还有画本的额外收入 当初进宫时 他爹爹给了不少 再加上谢琳郎的那笔银子 他才在宫里活得轻松自在 别人的话 除非是有家族贴补的 不然日子争过得紧紧巴巴 这样的情况下再要拿出银子捐赠 说句实话 不富裕的确实没钱 富裕的跟他与淑妃不对付的 大概也只会意思意思 比如庄妃跟婉妃 因为当时是淑妃牵头 庄妃跟婉妃怎么会给淑妃脸上贴金 所以俩人出的银子不多 等他们知道能上功德碑 大概毁的肠子都能清了 说起来 淑妃这回又跟着他沾了大光 俩人虽然关系不大好 但是合作起来倒是运气开花姐姐高 也是怪事 难道这就是炮灰复复得正的效果 这么一想他又乐了 在皇帝的怀中滚来滚去的 被皇帝一把摁住 宋云昭 瞬间就老实了 不想再加班 风亦瞧着他这怂样 又气又笑 道 这件事情你不要出面 我会让淑妃出面 嗯 宋云昭真的是太惊讶了 难道是他这个垃圾清扫机 做得不够格 皇帝这是想要换个人 大约是宋云昭疑惑的眼神过于明显 风亦就道 秦太傅既然知道此事 怕是会做点什么 若你出面做此事 大概你父亲在宫外会很为难 宋云昭明白 他爹扛不住秦太傅 而且 当初这件事情便是淑妃出头主理 有他出面更好之事 这功劳难免要分他多一些 想到这里风亦也有点不痛快 明明是云昭的法子 是他的计策 结果现在最大的功劳 还得让出去 归根结底 还是他现在不够强大 他还不能完完全全护着他 最终还是要委屈他 宋云昭 眼珠转来转去地看着皇帝 心情那是万分复杂 皇帝居然会为他着想了 这是垃圾处理器应该有的待遇吗 不应该吧 皇帝怎么突然带他这么好 莫不是做了什么心虚的事情 比如皇帝想要去别的嫔妃那里落落脚 这么一想 宋云昭就不淡定了 这可不行 虽然不想加班了 为了自己以后的幸福着想 宋云昭还是主动把皇帝扑倒了 风亦 这么点事情就让他这么感动 方才还一脸我很累不想动的模样 现在就有力气了 宋云昭想得很美好 榨干皇帝的体力 让他没时间光顾别人 结果自己是个战武渣 这一晚首夜先撑不住睡着了 风亦抱着他并肩躺着 临近天亮时才潜睡一会儿 没过多久就听到孟九昌的叫起声 大年初一身时就要起身 皇帝需要吃上素饺子 祈求新一年平安 素敬的意思吃完饺子 到了天微微亮的时候 皇帝就要沐浴更衣 穿上官服再到太极宫进行开封仪式 接受百官呈上来的歌颂奏折 然后皇上再赐予给他们装有金银的荷包 紧接着百官也会集合在太极宫广场给皇帝拜年 此时全国各地的官员也会朝着皇帝所在的方位进行朝拜 完成赫岁大典 到这里皇帝就完成了前朝的拜年仪式 但紧接着就要回到后宫 开启后宫的拜年 皇帝要带领后宫的三千嘉丽 行六祖三跪三百之礼 参与隆重的家宴 忙忙碌碌的正式开启新一年 大年初一 皇帝很忙 宋云昭也很忙 他隐隐听到有人叫起 眼皮重的抬不起来 感觉到抱着他的人要起身 他想想今天的日子还是费力睁开眼 你再睡会儿 后宫不及风一瞧着云昭这样子 有点心虚 他后来确实有点过了 宋云昭怎么能放弃这个刷好感的机会 抱着皇帝的手臂撒娇 这是咱们在一起过的第一个新年 我想陪你 也想皇上陪着我 风一伸手把云昭抱起来 那你赶紧起来 时辰不等人 他非要逞强 风一也由着他 第一有人会这么在乎他 想要陪着他做每一件对他而言新鲜的事情 宋云昭咬咬牙 让香雪送了一块冷水晶的帕子 这一呼到脸上 瞬间清醒 风一的手还在云昭的鼻尖之前 都没来得及拦下 当真是哭笑不得 伸手把云昭捞起来 傻里傻气的 宋云昭 活了两辈子 第一次有人说他傻 瞧着皇帝被感动的样子 宋云昭觉得值了 他这么拼命 不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吗 冷了他的脸 暖了皇帝的心啊 宋云昭立刻跳起来抱着皇帝的腰 也顾不上孟九昌等人还在 笑嘻嘻地说道 傻一点 皇上就不喜欢了吗 从现在开始 他与皇帝就要进入第二阶段的恋爱模式 给他输出喜欢二字的专属模式 我可以用这个试炒